江天明目光微微一冷 但莫地说道 若非是关家族之秘 就直说无妨 燕儿不是外人 梁泉一听 心头恍然 原来此女就是云烟 当即恭敬而谄媚地道 三少见谅 此事毕竟有些特殊 不过既然是云烟姑娘 那此事也无需回避了 说吧 何事 江天明手掌微微动了一下 他已经做好了 将梁泉灭杀的准备 在他看来 梁泉一个区区附属势力的武者 属于江族的奴仆一般的身份 哪里知道什么机密之事 启禀三少 晓得前些十日 去了长云镜一趟 遇到了一个人 梁泉顿了一下 声音凝重地道 江不平 晓得遇到了江不平 江天明眉头一挑 云烟目光也看了过来 哦 他还没死呢 云烟轻笑着说道 若是此事的话 算不得什么机密 你来此打扰本少 江天明目光逐渐阴冷 杀鸡浮馅出 梁泉冷汗都几乎冒出来了 慌忙道 三少 江不平恢复了 他没有失智 而且实力比当初更强了 你挨说什么 云烟猛地站了起来 不可能 他早已失去了灵智 江天明也是脸色 一沉地站了起来 梁泉 你要知道 江不平失智 浑浑噩噩 沦为废人 可是经过足老确认的 三少 云姑娘 小得聚聚属实 小得见到她时 也是难以置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她不但没有失智 实力也更强了 而且似乎修炼了 强大的神魂秘书 她一击斩杀了 天外真灵巨甲兽 梁泉慌忙详细地回禀 三少 小得深知 此事非同小可 故而匆忙赶了回来 江天明眉头皱起 云烟神色凝重 几次张嘴欲言 此事 还曾禀告给谁了 好伴上 江天明开口问道 三少 小得第一时间就来此禀告 未曾告诉其余任何人 梁泉恭敬地道 好 很好 本少就欣赏 你这种实实物之人 你便留在此别院 跟随本少吧 少不了你好处的 江天明满意地道 梁泉 这是来投靠他的 而且也是个机灵之人 多谢三少 梁泉大喜不已 自此之后 他也是江族大少的 跟班成员了 身份地位 比自己家族的家主 还要高得多 嗯 下去吧 江天明点头 小得告退 梁泉恭敬后退 天明哥 这怎么可能 会不会只是长得像的人 毕竟 这世间长得相像之人 并非不存在 梁泉一走 云烟就忍不住开口道 神魂沾染不化之气 必然失智 莫说真王天尊 纵然不朽进之上的武者 沾染了也避免不了这个下场 江不平 神魂沾染不化之气 是实打实的事情 当初祖老们都确认过了 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放弃江不平 将他驱逐出去的 现如今 他竟然恢复了 此事非比寻常 江天明神色凝重无比 江不平被暗算 导致神魂沾染不化之气 这已经不是什么隐秘 祖老们都心中有数 不过一个已经是废人了 没有了价值 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追究了 至于云烟 必然是会嫁入江家的 因为他是凶手 云上宗主若是不答应 江族就有借口出手一二了 废掉了江族一个绝世添骄 怎么也该给个交代 知道这些内情的人 自然心中有数 而江不平本人 又岂会不知道 谁暗算了他 所以 一旦崛起 必然会来讨一个说法的 天明哥 现在怎么办 云烟皱眉问道 杀了便是了 江天明冷淡地说道 对 杀了他 当初大意了 云烟欣喜地点头 这是小事一桩 莫说他未入不朽境 纵然突破了不朽境 也必死无疑 你就别担心了 此事我会处理好的 江天明笑着安慰道 嗯嗯 云烟点头 连沾染不化之气都能恢复 将不平你有什么隐秘 若是我能得到 岂非 江天明心中沉思着 连不化之气都能驱除 都能够恢复过来 这是什么机缘 或是什么手段 谁能不动心 云烟眼眸深处 也有这些想法 太坤境 依旧平静 天枯之乱 已有数百年未曾爆发了 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而这一天 两名不朽天尊 从江祖某处别院离去 在此两名不朽天尊离去不久 又一名不朽天尊 从云上宗离开 跨越静门而去 冤平静 江不平刚结束修炼 神色振奋不已 他终于又融入了一丝不化之气 神魂得到了增强 疾魂舞蹈有了一些提升 太坤境 江家 云烟 都给我等着吧 我江不平必定会洗刷一切耻辱 你们的所谓荣耀 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个笑话 江不平捏着拳头 目光冷立 把那一头堪比不朽境的天外真灵 都猎杀了吧 江不平兴奋不已 有了一次经验之后 猎杀第二头不朽境的天外真灵 自然不在话下 轰隆 随着这头天外真灵倒下 其余弱小的天外真灵都受惊了 匆忙逃离天窟 回到天外 不过 江不平知道 不久之后 就会又有天外真灵降临 对于这些天外真灵而言 天窟乃是一处宝地 待在天窟里 比天外舒服多了 若非天窟受到限制 恐怕早就有不朽境之上的天外真灵进来了 渊平静武道界 轰动了起来 有人以非不朽境实力 猎杀了两头不朽境天外真灵 虽然是偷袭斩杀的 但也是前无古人了 而关于江不平 修炼了强大无比的神魂秘书之事 自然也在渊平静传开了 而能够修炼如此强大神魂秘书者 必然是来自大静的绝世天骄 也正是因为如此 纵然一些不朽天尊对秘书心动 却也不敢出手 江不平继续在渊平静历练 等到天窟再次出现不朽境天外真灵时 他又进入猎杀 同时花费更多时间收集提取不化之气 枪神之名也在渊平静传开 也有人想要与江不平交好 顺便打探一下 出自哪一个大静 但江不平都淡漠已对 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再来打扰他 哦 天窟之中传来了震撼人心的咆哮 远处观战的众武者 纷纷转身就逃 江不平终于失守了 这家伙的神魂为何这么强 江不平郁闷不已 第一次失守啊 这头天外真灵对危险的直觉 比前面的天王真灵敏锐多了 恐怕属于比较高等级的天外真灵 没有第一时间去舔丹药 而是继续愤怒地发起攻击 江不平无奈之下 只能避其锋芒了 然而 这头天外真灵死死地盯住了他 疯狂向他发起攻击 一直在追击他 另一只天外真灵 不久后竟然也加入了进来 到了后来 整个天窟的天外真灵 都在追杀江不平 宛若爆发了兽巢一般 快逃 枪神失守了 妈爷 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天外真灵暴怒 天窟不能呆了 我刚杀了一头天外真灵 还没来得及带走啊 一时之间 天窟里一众舞者 疯狂顿逃 远离天窟 太可怕了 整个天窟的天外真灵 都在暴怒当中 见人就杀 而且疯狂追击 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 只有进入了天外真灵的地盘 才会发起攻击的 或者想要猎食的时候 从未如现在这般 很显然 江不平袭杀的那头天外真灵 等级比较高 咆哮之下 具有兽王一般的作用 使得所有天外真灵都发狂了 天窟是暂时不能呆了 江不平慌忙逃窜 太可怕了 整个天窟的天外真灵都疯了 都在冲着他杀来 一只只全都眼睛血红 哄 一枪轰杀一头挡路的天外真灵 江不平冲出了天窟 从天窟出来 江不平便准备找个地方 闭关修炼一下 等天窟稍微平息之后 再进入收集不化之气 渊平静静门所在 两道身影走出 不知二位兄台来自何静 来我渊平静 有何要事 坐镇静门的渊平静 不朽天尊 出现在二人面前 太坤静 江族奉命擒拿罪人 一人冷淡地说道 原来是太坤静的兄台 渊平静的不朽天尊 心中一灵 神色恭敬了一些 说完便退去了 既然是江族内部之事 他们自然不好插手 江族两名不朽天尊离去后 静门处又一名不朽天尊走出 这位兄台 太坤静 来人冷淡地回答了一下 便匆匆离去 太坤静江族之人嘛 江族出了什么事不成 渊平静的不朽天尊 心中疑惑 算了这等大族仇怨 还是不要插手了 摇了摇头 不再关注 虽然他已是不朽天尊 然而面对大静强者 依旧没有什么底气的 江不平正从天窟离开 手中传讯符 与三师姐传讯着 骤然他神色一宁 急魂神兵 瞬间在手 不朽天尊 而且来者不善 江不平 你果然恢复了 其中一人 稍显震撼地说道 江不平目光淡漠地 看着二人 冷笑一声 道 恢复了又如何 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江不平 既然你恢复了 那就随我们回去吧 沾染不化之气都能恢复 绝世妖孽啊 回去之后 家族必然会大力栽培你的 两名不朽天尊开口说道 笑话 江不平冷笑一声 道 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若来的是两个老不死族老 我倒是觉得 他们有接我回江家之心 但你们二人算什么东西 虽是不朽天尊 却是并未入江家核心 有何资格说这些话 若是我所料不差 让你们来的人 是江天明吧 江不平心里也有些意外 自己一直在冤平静 也未曾透露姓名来历 江天明竟然如此快就得知消息了 江不平 认清一下自己的身份吧 既然你不愿乖乖随我们回去 那便怪不得 我二人用些手段了 一人说着 踏步上前 直接逼近江不平 强大的不朽天尊气息 压迫而来 他非常自信 江不平在妖孽 终究未入不朽境 轻松就能拿捏 江不平目光一冷 对方如此轻视大意 正是出手的好机会 嗡 一枪悍然刺出 寒芒飞掠 杀伐凌厉 蝼蚁 那名不朽天尊不屑一笑 然而下一刻 却是神色骇然 一股寒意涌现而出 危机 强烈的危机骤然降临 而且 这一刻 他骇然发现 江不平这一枪 仿佛并非刺向身体 而是刺向神魂 枪芒并非在视野中浮现 而是在神魂中浮现 哼 危机时刻 他慌忙运转秘术 神魂之力瞬息之间 凝炼成了一面盾 抵挡在枪芒之前 身为大靖江族的不朽天尊 自然修炼了神魂秘术 这一神魂防御之术 曾抵挡下不止一次攻击了 破 然而 这一面神魂之力凝炼的盾 却是宛若纸壶一般 被一枪刺穿 长枪刺入了他的神魂之中 啊 神魂上的剧痛 使得他经不住发出七粒惨叫 你找死 另一名不朽天尊 顿时神色大变 气息勃发 执掌天地之力 瞬间浮现出 向江不平抓了过来 一击得手 江不平慌忙后退而去 对方的神魂防御之术 对他而言 太过低级与垃圾了 而且仓促之下 如何抵挡得住他这一击 不过 也只有这一击了 对方有了防备 执掌一方天地之力 想要再次突然刺入对方神魂 就无法做到了 实力 终究差了一些啊 江不平心中无奈 只要再提升一些实力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无法抵御他的 急魂神兵之威 此刻 面临两名不朽天尊 虽然其中一人神魂受创 但也只能避其锋芒 抓住他 他的神魂秘书 很强大 受伤的不朽天尊 一边取出神药吞服 一边忍着神魂剧痛追杀而来 回去告诉江天明 洗干净脖子 等死吧 江不平身形晃动之间 已经顿出对方指掌的天地范围 正要远顿而去 骤然神色一变 一枪刺出 同时身形挪移 瞬息闪躲到了另一边 哄 而他原本所在的地方 被一道刀光斩过 又一名不朽天尊出现 云上宗 江不平目光冷立 看着出现的不朽天尊 哼 真以为凭你们三人 就能拿下我 三名不朽天尊 以他如今的实力 是绝对无法匹敌的 一层幻影浮现出 刹那之间 江不平真身 已经远顿而去 追 江族两名不朽天尊 看了云上宗那一人之后 没有说什么 默契地一起追杀而去 此子绝对不能留 尚未入不朽境 便已有如此实力 一旦突破不朽境 你我都会被其所杀 没错 三名不朽天尊追杀而去 然而江不平速度之快 游在不朽天尊之上 不过刹那便已消失在天际 凭你我三人 恐怕无法封锁江不平 看来需要借力一番了 我去找渊平静各大势力一趟 你们二人继续追杀 那名受伤的不朽天尊 沉生说道 好 另外两人 继续沿着江不平 顿逃之路追杀而去 一株大树内 江不平身形浮馅出 看向远去的两名不朽天尊 眼神阴冷 他以不化神魂的特殊 直接将自己融入了大树中 收敛了气息 避开了搜寻 天枯是不能去了 一旦被堵在里面 除非动用师父的御符 否则无法逃出来 江不平神色阴沉 渊平静也不能呆了 既然江家与云上宗 不朽天尊追杀到了渊平静 只能暂时避其锋芒 前往其他境游离 待我突破 便是你们死期 江不平心中冷然 身形一动 前往渊平静静门所在 准备逃离渊平静 江家弃子 你送上门来 正好拿下你 然而 当江不平刚到静门所在 坐镇此地的不朽天尊 却是突然出手 欲要擒拿下他 哼 江不平一枪刺出 身形暴退而去 江天明 哼 江不平只能顿逃而去 渊平静各大势力 竟然在追击他 给出了高额悬赏 甚至为了讨好太昆江族 各大势力 都有不朽天尊亲自出手了 一门神魂秘术 作为悬赏条件 江不平神色阴沉无比 神魂秘术 对于大部分不朽天尊而言 都属于真正的强大秘术 可想而知 一门神魂秘术的诱惑了 而且 既然知道江不平 乃是江族罪人 又身怀强大的神魂秘术 这些不朽天尊 岂能不心动 没有大劲势力做靠山 他们就没有了顾忌 江不平 束手就擒吧 你逃不掉的 渊平静荒野边缘某地 江不平脸色难看 大意了 除了太昆静三名不朽天尊外 还有五名渊平静的不朽天尊 此刻将四周团团封锁了起来 本准备跨越荒野 离开渊平静的江不平 在荒野边缘被堵上了 虽被包围了 江不平却是不慌 只是有些郁闷 竟然一时大意 没有藏匿好自身踪迹 比起大师兄与二师兄 我还是稍显经验不足 不够细心 江不平心里叹息 经此教训 往后的路 要谨慎一些了 能一行换帽 就尽可能一行换帽 避免被人追踪到 渊平静的诸位 要趟着浑水吗 这是江不平 与太昆静的恩怨 诸位涉足近来 可要想清楚后果 江不平冷然地 看向渊平静的不朽天尊 江不平 威胁的话就不要说了 你今日有什么后果 心中应该有数 凭现在的你 还没有自个威胁我等 一名渊平静不朽天尊 冷淡地道 而在一众不朽天尊之外 一群真王天尊在围观 江不平啊 我知道是谁了 太昆气子 那位曾经最年轻的真王天尊 江族为何放弃了如此天骄 不是说江不平已经废了吗 如今看来 堪称不朽静之下无敌啊 能够让如此多的不朽天尊出手 在五道史上 也能留下浓墨一笔了 围观的众多真王天尊 纷纷感叹不已 有史以来 第一位被如此多不朽天尊 追杀的真王天尊吧 可惜了 江不平今日难逃此劫了 不知道谁能获得他的神魂秘书 想什么呢 那是江族秘书 谁能获得 不过江族倒是给出了一门 神魂秘书悬赏 那些不朽天尊 也不枉此行了 也对 如此强大的神魂秘书 谁敢觊于江族 必然雷霆出手的 众武者纷纷点头 越是强大的神魂秘书 越是大静势力核心传承 任何人胆敢窃具 都会被彻底灭杀 整个神域都无容身之所 这是所有大静势力的默契 不会有其他大静势力庇护的 这也是 至今也没有大静核心秘书 流传出来的原因之一 江不平手持长枪 冷然直视八名不朽天尊的包围 没有丝毫畏惧之意 以他目前的实力 想要冲出重围 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不过 对方想要杀他 也是不可能的 纵然没有师父的保命欲服 江不平也自信 平不朽天尊 还无法破灭他的不化神魂 不化之气 融入了他的神魂之中 只要不化之气不灭 他就不会被灭杀 不过一旦被擒住 也会被对方消磨神魂之力 使得神魂衰弱 这也是不化神魂的强大之处 本不是他这个境界 可以修炼出来的 但他天生神魂 又沾染了不化之气 才能够在此境界 就修炼出了不化神魂 也并非没有办法顿逃 江不平看向地下 想要以此方法逃走 我原本的肉身 就只能消散了 彻底变成神魂状态 多少有些不甘心吧 江不平心里叹息着 虽然 他的肉身早已融入了神魂之中 但终究也是存在的 而若是想要化为神魂之力 融入地下泥土之中顿走 只能将肉身彻底抛弃 才能将神魂化为一大片 无形无际地融入地下 而不被探寻到 也罢 是我自己大意了 也该自己承受 江不平有了决定 正准备以此方法顿逃而去 能不动用师父的御服 他尽可能不动用 尽量不给师父添麻烦 是身为徒弟最大的坚守 江不平 不要妄图能顿逃了 束手就擎 少受些苦 太坤进江族的不朽天尊 气息涌动之间 脉步逼劲而来 骤然 一道人影飘然而来 李璇看着五徒弟 也是有些无语了 竟然被人给堵住了 这是有多粗心大意啊 修炼了集魂舞蹈之后 有些飘了呀 李璇心里感叹一声 师父 江不平一正之下 顿时惊喜不已 嗯 李璇点了点头 你当初能从太坤进出来 也是个善于应变 善于自保之人 怎么现在被人围了 江不平一听 顿时羞愧而尴尬 师父教训的是 是弟子粗心了 自从修炼了集魂舞蹈 实力超越巅峰 心里多少有些膨胀了 自是面对不朽天尊 也能从容应对 才粗心大意之下 被人给围堵了 为师反复强调 真正的舞者不是莽夫 不要自视实力强大 而自骄自傲 要时刻谨记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古往今来 多少天骄都死于自大 多少强者 都阴沟里翻船了 李璇一脸严肃地教导着 四周的不朽天尊 此刻神色难看不已 眼底也有着凝重之色 此人 骤然而来 他们事前毫无察觉 而且 竟然是江不平的师父 但见此人 如此目中无人的教导徒弟 丝毫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也不由地愤怒不已 阁下还有心思教导徒弟 江不平 乃是我太比江族罪人 阁下既是其徒弟 那便一同随我等回泰昆请罪吧 泰昆进江族 一名不朽天尊 目光阴朗地开口道 李璇淡漠抬头一瞥 蝼蚁 刮躁 在其余不朽天尊惊骇的眼神中 开口说话的那名不朽天尊 在微风吹过的刹那 化作飞灰消散 连一声惨叫都未曾发出 鼓动 这一刻 其余七名不朽天尊 只觉得头皮发麻 心肝都在发颤 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 只是瞥了一眼 一名不朽天尊 就化作飞灰消散了 这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闻所未闻了 纵然是来自太昆进的 另一名江族不朽天尊 与云上中的不朽天尊 也是惊骇不已 冷汗都冒了出来 何等境界的强者 才能做到一个眼神 便让一名不朽天尊 灰飞烟灭啊 更害人的是 对方身上根本没有 展露任何气势 也没有任何强者气息镇压 仅仅只是一个普通 而简单地看了一眼 人就化作飞灰消散了 纵然强如不朽天尊 也做不到看一眼地上的蝼蚁 就让蚂蚁灰飞烟灭的 不朽天尊在对方眼中 连蚂蚁都不如啊 江不平震撼不已 这就是无敌的师父啊 仅仅是瞥了一眼 一名不朽天尊就化作飞灰了 超脱天地的强者 竟然如此恐怖 江不平心里热血激昂 我江不平 也一定可以超脱天地 成为像师父这样的强者 云上宗的不朽天尊 身形微微挪动着 慢慢后退 骤然转身飞盾而去 太可怕了 江不平有如此恐怖的师父 想要抓他 擒拿他 根本就不可能 让你走了 李玄淡默的声音响起 其余六名不朽天尊 刚要跟着盾逃 便骇然地看到 刚盾逃而出的 那名不朽天尊 直接化作飞灰消散了 鼓动 此刻 其余不朽天尊 都吓得脸色惨白 浑身微微颤抖着 扑通一声 全都只觉得双腿发软 跪伏在了地上 前辈饶命啊 此事与我 一名冤瓶敬不朽天尊 颤抖着开口求饶 呱噪 扑 开口求饶的不朽天尊 又化作飞灰消散了 吓得剩下的不朽天尊 慌忙死死地把嘴闭上 连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弄出一点动静 烦扰了这个恐怖的存在 甚至于 疯狂地控制自己身体的颤抖 生怕颤抖的幅度过大了 引起了那名恐怖存在的不满 然而 内心的惊距 却是如何都压制不住 贵伏在地上的身躯 瑟瑟发抖着 根本控制不住 一个个脸上 全都是冷汗 不断地往下躺 纵然是平时高高在上 受尽仰慕与尊崇的不朽天尊 面对如此恐怖而未知的存在 依然心生恐惧 纵然是强大的修为 也控制不住恐惧情绪 远处 围观的一众真亡天尊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却是看到骤然出现一道身影 在江布平身边 紧接着 一群不朽天尊跪下了 快逃 连不朽天尊都跪了 可想而知 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一群真亡天尊 虽然疯狂往后顿逃而去 却是不敢弄出动静来 生怕被注意到 那是什么 难道是荒野之中 潜藏的强大存在被惊动出来了 有可能 一群真亡天尊 一边顿逃 一边相互传音议论着 荒野之地 一直都存在着一些传闻 包括不朽天尊陨落的传闻 因此 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荒野之地的未知存在 被惊动了出来 不一会儿 一群围观的真亡天尊 顿逃一空 荒野之地边缘 跪伏了几个浑身颤抖的强者 脑袋低垂 不敢抬一下 这些人 你看如何处置 李玄教导完江不平之后 看向贵妇在地的不朽天尊问道 江不平眼神冷立 深吸一口气 道 自然是全都杀了 嗯 李玄欣慰地点头 渊平静的不朽天尊一听 慌忙开口求饶 声音颤抖着 几乎连话都说不清楚 饶 然而 话都未说完 一阵风吹过 全都化作飞灰消散 你与泰昆静的恩怨自行解决 为师不会出手的 李玄迈着悠然的步伐前行着 江不平一步一驱跟在身后 是 师父 弟子自会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 江不平公生说道 集魂武道乃是杀伐之道 极致的杀伐 你现如今 终究欠缺了一些极致杀伐之意 多磨练一番吧 为师今日 便在指点指点你集魂武道 传你更多的集魂神通 能悟多少 能修炼多少 全靠你自己了 李玄将进一步完善 编出来的更多集魂武道神通 与集魂武道秘书 一一传给江不平 多谢师父 我一定勤奋修炼 早日突破 江不平公进地道 你一走在了集魂之路上 能走多远 便看你自己了 武道无止境 好好努力吧 早日走出属于自己的武道之路 李玄挥手 提升了江不平的御符 指点完江不平 李玄准备回清华境了 师父 这是我猎杀的天外真灵 送给三师姐的 江不平将一个储物戒取了出来 嗯 李玄点了点头 收起储物戒 一步跨出 瞬息消失在原地 江不平公送师父离去之后 深吸一口气 回头看向渊平境方向 迈步跨越荒野 离开渊平境 江天明 云烟 等着我回太昆境吧 待实力突破 便是回太昆境 讨一个公道的时候了 李玄又去了一趟九山境 指点了一番赤猫 回到清华境 将装着天外真灵的储物 借给了肃灵秀 便继续坐在椅子上 悠然自在 虽然太仓书 他已经彻底铭记了 但不妨碍他继续从头到尾钻研一遍 继续了解整个天地的本源 至于紫袍少年 李玄暂时把他晾着了 以他对紫袍少年的了解 对方恐怕会耐不住枯燥的 天地之秘暂时也不急嘛 徐徐徒之 太过急躁了 反而容易引起他的警惕 李玄心里嘀咕着 清华境在进行着大建设 一座又一座灵城建立 荒野边缘 更是不断布置阵法 不断加强阵法的封锁 方好忙得不可开交 而苏灵秀也是如此 正在持续对大跃天窟进行改造 化为天地神炉 同时还要抽空 指点一群清华宗弟子炼丹术 清华宗正在蓬勃发展 不论是炼器 炼丹还是阵法之道 都涌现了不少的天骄 甚至包括剑道 肉身武道上都有天骄出现 这一天 清华境终于来了两个外人 从九山境跨越境门来 坐镇境门的不朽天尊 在得知对方是受许言指点来 这才放开封锁 让对方踏入清华境 并且 一进入清华境之后 全城有一名不朽天尊陪同 不允许对方四处游荡 直接前来丹医院 罗战觉得清华境 似乎发生着 某种巨大的变化之中 不过 他此行是为了救治红庭而来 所以也遵循着 那名不朽天尊的安排 但来到原来的大粤国京城 如今的清华宗宗门大城 依旧被震撼不已 从未见过如此大城 从未见过灵器与天地灵机 如此活跃的大城 罗战心中震撼不已 这就是丹医院了 不过肃灵秀院长不在院中 你可以稍后片刻 多谢 罗战感谢道 带着懒洋洋 毫无精神的红婷 在丹医院旧诊厅等候了起来 眼前所见的一切 都让他有种大开眼界之感 月儿携带诊断神器过来 问道 你就是许公子指点来的求诊者 是的 虽然对方是一个小姑娘 实力也不算强 但罗战没有任何不朽天尊的架子 月儿点了点头 用诊断神器给红婷进行诊断 一边询问红婷是怎么受伤的 当听闻是被童乌之力侵蚀之后 月儿顿时双眼一亮 这种在神魂意志上的伤 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 对于齐男杂症素灵秀 向来很感兴趣 这种伤势 一般的诊断神器 是没办法直接诊断出来 甚至给出治疗方案的 果不其然 诊断神器没办法给出具体的诊疗方案 只给出了一种 刺激神魂的丹药方案 只能暂时让人精神起来而已 无法治愈 你稍等 月儿兴冲冲地去找素灵秀了 素灵秀听闻之后 兴奋地跑了回来 他早已从许言口中 得知了同乌邪目之力 如今正好可以钻研一下 多乌邪目之力 是如何侵蚀神魂意志的 红婷是吧 我听大师兄说过了 素灵秀简单检查了一番红婷的情况 眼眸一动 看向罗战道 此伤倒也不难治 需要对神魂进行进化 驱除同乌之力 而想要驱除同乌之力 最佳的方法 是对神魂进行手术 罗战一听 顿时大喜 红婷终于可以得救了 没问题 多谢姑娘了 罗战欣喜地点头道 至于对神魂手术之类的 他完全听不懂 不过 既然能够治愈红婷 什么方法也无所谓了 行 既然你没有意见 那就签署 这份就诊同义书吧 三天后 他就可以痊愈了 素灵秀喜滋滋地道 月儿地上一份就诊同义书 罗战也没细看 直接就签字了 心里感叹 这丹医院 自有严谨的救治流程 也充分尊重求诊者 当真不俗 素灵秀与月儿 兴冲冲地推着红婷走了 孟叔叔负责招待罗战 而丹医院 独属于素灵秀的诊疗室内 红婷已经进入沉眠之中了 让我看看 堕屋之力 是如何侵蚀神魂意志的 素灵秀兴奋不已 将红婷的神魂取了出来 摆在一张 承在神魂的神器台上 手中神员化作真语刀 开始行动了起来 月儿在一旁打下手 这就是堕屋之力啊 原来如此 只要在神魂意志核心之处 布置下封镜 就能轻松抵御堕屋之力的侵蚀了 素灵秀从神魂之中 分离出了堕屋之力 用一个特殊器皿装起来 既然与大师兄有交情 那就助他一把吧 素灵秀如此说着 以某种神药 化作一丝丝细细的丝线 融入神魂之中 形成了一个符文 由此符文在 红庭将对同屋邪目之力 具有极强的抵御之力 我已经洞悉了 堕屋邪目的侵蚀神魂意志途径 只要堵住这个破绽 以他的实力 纵然遇到不朽境堕屋 也能够抵御其邪目之光了 素灵秀兴奋地说着 洞悉了堕屋邪目的侵蚀 途径便可以针对其进行防御 甚至创立克制堕屋邪目的法门 一番研究与治疗之后 将神魂送回了红庭体内 好了 他已经治愈了 并且以后对于堕屋邪目之力 将有极大的抵御之力 素灵秀笑着说道 多谢素姑娘 罗战大喜不已 我这就唤醒他 素灵秀手中出现一枚长长的戏针 在红庭脑袋上一次 不一会儿 红庭便睁开了双眼 他此刻有些迷茫 旋即跳起身来 露出了激动之色 再也没有慵懒之意了 身为百战堂武者的那种昂扬战役 又重新出现了 这一刻红庭热泪盈眶 差点就废了呀 多谢姑娘救命大恩 恭敬地向素灵秀行礼道 举手之劳罢了 素灵秀摆摆手道 对于姑娘而言 只是举手之劳 对于红庭而言 却是再造之恩 姑娘但有吩咐 红庭此生赋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红庭却是神色郑重地感激道 这是枕镜 罗战取出一个藏物带来 行了 我还有事要忙 月儿收下枕镜后 素灵秀摆手 又匆匆返回大跃天窟去了 罗战与红庭 本想在清华镜逛逛 看一看清华镜 究竟发生的什么变化 结果 大跃皇亲自招待他 根本不让他去别的地方看 到了后面 直接送二人去镜门离开 罗战对此也无奈 心里却是明白 清华镜恐怕在谋划着什么 送走了罗战与红庭 大跃皇等不朽天尊 又疯狂地投入到 清华宗的建设当中 为布置清华大镇做准备 时间匆匆流逝 清华大镇已经不断完善 而清华镜接连有人 在丹药辅助下 突破不朽镜 大跃皇三人 实力更进一步 近期终于是修炼出了 一门神通来 而神域也越来越乱了 一个接着一个镜 爆发了大乱 甚至其中两个镜之间 发生了大战 九山镜的动荡 依旧在持续当真 却是没有波及到清华镜来 许言与梦冲的威名 也逐渐在神域传开了 许言针对天煞地影的报复 注定了所到之处 捣毁一个又一个天煞地影据点 斩杀不少潜伏在 其他势力的天煞地影成员 继而也得罪了一大批势力 对于这些势力而言 许言这是挑衅 且不说是否相信 被杀之人乃是地影成员 即便相信了被杀之人的身份 但理应交给他们势力处置 而非许言直接斩杀 这等于无视他们这些大势力 也正是因为如此 许言经常面临众多势力的围杀 孟冲得罪了万宝盟 已经被万宝盟全神域追击了 既然都已经是仇人了 那便没必要客气了 所以 孟冲直接洗劫万宝盟分布 如此一来 自然更引发了万宝盟的愤怒 派遣不朽天尊 四处追杀孟冲 江不平也被太昆江卒 云上宗追杀 不过江不平相对低调了一些 暂时而言 威名倒是没有许言与孟冲这般响亮 许言突破神香境圆满了 距离破虚境 也就一步之遥 你徒弟许言斩杀不朽天尊 你五道经验获得提升 看着大道经书的反馈 李璇已经不为所动了 到了如今 许言已经具备独自斩杀一般不朽天尊的实力 而大道经书的反馈 也只有五道经验而已 境界与实力比徒弟强太多了 反馈也降低了 李璇心里感叹不已 孟冲与宿灵秀 也已经是神相近大成 方号境界也相弱 江不平的实力也相弱 该去大荒一趟了 李璇露出了笑容 疾魂之体悠然坐在椅子上 而李璇已经来到了大荒 来到了吴国皇宫外 目光穿透阻隔 看向了那一间小石屋 紫袍少年正坐在小石屋里 抓耳挠腮 一脸耐不住寂寞的样子 头发都抓得乱糟糟的 人哪 怎么还不来啊 难道他真的只是来找我闲聊 紫袍少年郁闷不已 都不知道多少岁月过去了 终于来了一个强者 可以与他聊得来的人 结果来了一次就不来了 至于吴皇这些人 在他眼里都是属于蝼蚁 没什么话题可聊 结不了闷 这人也真是的 只要没有恶意 我还是愿意跟他聊一些东西的嘛 紫袍少年苦闷不已 正准备回去睡觉 突然一道身影 踏入了小石屋 你终于来了 紫袍少年欣喜不已的道 一开口突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表现得太过高兴了 于是脸色一正 变得冷淡了下来 你又来做什么 一副不想见到人的样子 李璇心里乐呵一笑 转身做事准备离去 那我走 别 别啊 来都来了 坐下聊聊吗 紫袍少年慌忙开口道 那就聊聊吧 李璇略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坐下之后 泡了一壶茶 这是一壶真正的粗茶 给紫袍少年倒了一杯 道 来 喝喝茶 你怎么这么喜欢喝这种 紫袍少年苦着一张脸 本想说垃圾的 但生怕惹得对方不高兴走了 只能苦闷地拿起杯子一口闷了 茶水入口 他整张脸都苦了起来 到底是年轻人 心境与修为都太差了 李璇摇头感叹 轻轻瞎了一口 虽然也觉得难喝 不过脸上却是露出一副享受的神色 紫袍少年叹道 你这人境界可能真的很高 这么难喝的东西 都能品得有滋有味 这是道 正如我所说 我品的不是茶 是无敌 是寂寞 是的 李璇摇轻之右旋地忽悠一痛 年轻人 你觉得这天地如何 李璇笑呵呵地开启了话题 很好啊 怎么了 紫袍少年疑惑地问道 这天地啊 其实太弱了 太脆弱了 难道你不觉得吗 而且 这天地 也缺少一些东西 在我看来不完整 李璇点评起天地来 怎么可能会弱 这天地 可是最强的天地了 紫袍少年不服道 李璇心里笑了起来 从紫袍少年的话语中 天地不止这一处 而太仓天地 乃是最强的 至于你说的缺少一些东西 可能确实是吧 紫袍少年突然有些落寞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哦 你这小小少年 也能知道 此处天地缺少了什么 李璇壮弱压抑地问道 当然 我可是 紫袍少年突然闭嘴 转移话题道 其实我也是很强的 当然知道 不 不 你不知道 你所知道的 其实只是表象 与我所言缺少的 并非同一样东西 李璇摇头道 不可能 这天地缺少什么 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了 紫袍少年不服道 你太弱了 未能洞彻天地之根本 也不懂天地之发展 更不知道 如何才能使得天地持续强大 李璇摇了摇头 罢了 说了你也不懂 紫袍少年瞪着眼睛 不服道 你可能实力很强 但对于这个天地 绝对没有我了解的 我可是 紫袍少年说到后面 又顿住了 抓耳挠腮的样子 满脸苦闷 最后有些烦躁地道 总之你只需要知道 我对于这天地 很了解 很了解就是了 毕竟我可是 可是那什么身份 李璇笑容灿烂 你是什么 我自然知道 既然我说了 你对这天地 只了解表象 不知其中缺少了什么 自是有所平一的 紫袍少年一脸诧异 你知道我 自然 李璇点头 那你说说 我是什么 紫袍少年来了兴趣了 李璇抬手往上指了指天 又往下指了指地 然后指了指紫袍少年 笑而不语 紫袍少年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璇叹息一声 道 你这小朋友好生愚笨 这都无法理解 紫袍少年抓了抓头发 郁闷道 你这只来只去的 谁知道什么意思 你就直说不行 李璇呵呵一笑 我已直言了 奈何你太愚笨 自己好好想想吧 紫袍少年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又有些若有所思 这些实力强的家伙 怎么都有这个毛病 话不直说 总喜欢弯弯绕绕 他不由地想起了太仓 李璇喝着茶 保持着神秘 且一副早已洞悉一切的神色 其实对于紫袍少年的来历 李璇虽然知道 他并非天地之中的生灵 甚至并不属于生灵 但其具体身份却是无法知晓 纵然 他已经天地尽修为 又修炼了天道之言 但终究限于某些方面的了解 而未能明白紫袍少年是什么 当然 这也与封锁紫袍少年在此之人 实力太过强大 以李璇如今的实力 纵然施展天道之言 也无法彻底洞彻遮蔽 直观其根本 不过 李璇却是知道 紫袍少年与太仓书主人 必然是有着渊源的 小食屋里 李璇与紫袍少年闲聊着 话题不断延伸 从天地到上古 再到天地之外 紫袍少年 显然是知道很多天地之秘的 但每次一到关键处 就慌忙闭嘴 不再往下说 李璇也不以为意 一副他早已洞悉一切 紫袍少年说与不说 都无关紧要 我也该走了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来找你这个小朋友聊天 李璇站起身说道 紫袍少年满脸纠结 想要说什么 却又顾忌着不敢说出来 小朋友 不用送了 李璇挥挥手 潇洒转身离去 这个 老前辈 你什么时候会再来一趟 紫袍少年纠结着开口 来与不来 又如何 只是看你小朋友被关在这里 来聊聊而已 既然都没有什么话题 可聊了 那自然到此为止了 李璇乐呵一笑 毕竟 你我并不熟嘛 紫袍少年抓了抓头发 道 下次 下次你来 我们聊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对了 我叫天子 李璇脸上露出笑容 天子 好 我记下了 一步踏出 瞬息消失在原地 这一趟 虽然也没有从天子口中 获得一些天地隐秘 但也从中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比如他的名字 比如 天地并非只有一个 而自己所在的这个天地 乃是最强的一个天地 当然 具体是否如此 还有待考证 毕竟 天子身处太仓天地 自然会为太仓天地说话 名誉 就是另一个天地吗 李璇心里难难着 他想到了天窟里的天外之敌 恐怕就是另一个天地的生灵 意图入侵太仓天地 若是以此而论 太仓天地 似乎并非最强吧 当然 也并不一定 也许曾经太仓天地最强 只是发生了某些变故之后 才导致衰落了 具体的天地之秘 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才能确定 美乌 另一个天地的强者 李璇若有所思 许颜已经神香境圆满了 正准备突破破虚境 现在恐怕 已经在前往魅巫布置的 那个陷阱里 希望魅巫拿出来的宝物 可以有些用处吧 李璇充满了期待 回到清华境 李璇不由地感叹 方浩与素灵秀 正在处于积累期 很快就会迎来实力大提升 一旦清华大阵布置完毕 方浩就可借此一举突破 而且后续的修炼之路 也会忐图许多 素灵秀也是如此 天地神卢彻底完成 他也能够凭此 快速提升单一五道 你徒弟孟冲 明悟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三重 你突破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三重 大道经书翻开 金光涌现 李璇心中大喜 不容易啊 孟冲终于把大日星辰不灭体 第三重参悟出来了 肉身五道也突破天地镜了 实力又变强了 李璇心情愉悦 素灵秀这丫头 也该花些时间 琢磨一下天地镜功法了 早日琢磨明白 为师的单一五道 才好突破呀 李璇心里嘀咕着 该抽空指点一点素灵秀才行 别一天到晚光顾着天地神卢 而不花些心思 在天地镜功法上 广幽静 视野广阔 难见山巒 急目远眺 却又有一种幽深之感 名字也是 由此而来 魅巫 等不及了吧 我来坑你了 许言终于踏入了广幽境内 这一路走来 针对天煞地影的报复 耽搁了不少时间 如今差不多要突破破虚境了 也该来找魅巫要保物了 想必魅巫已经快要等不及了 好在 每一次他都会抽空去一趟各境的乌魔天窟 借此给魅巫传递讯息 他是一直寻找藏宝之地的 借此掉住魅巫的耐心 乌魔天窟都是有关联的 魅巫必然是乌魔中的强者 到了如今 一些讯息 已经可以串联起来了 广幽境 人口数量较少 天窟也是比较少的 只有寥寥几个 因此广幽境舞者都比较闲 许言行走在广幽境 向着那处隐秘的天窟而去 广幽境存在一些未知之地 含有武者踏足 也不曾出现天窟之敌入侵之事 而这个隐秘天窟 显然是有些限制 无法侵入广幽境内来的 许言看了看藏宝图 若有所撕了起来 这处天窟里 除了堕乌之外 还会有其他强者相助魅巫吗 天窟能够承载进入的实力 是有限制的 所以魅巫要找帮手 也是有限的 而若是这一处天窟的上限比较高 那么除了堕乌之外 必然还会有其他强者埋伏 不过 都是小意思 我现如今的实力 已不是当初了 许言却是并不担心 何况 有师父给的那一柄小木剑 足以应付超出意料的埋伏了 就是这里了 终于 许言来到了藏宝图所在的位置 小天道只眼看去 不禁亚异不已 难怪没有人发现这一处天窟 原来隐藏如此之身 而且被地灵之气覆盖 纵然是不朽天尊 执掌这一方天地之后 若不仔细 也无法发现 许言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先制造一点动静 否则一来到 直接就进去了 岂不是容易让魅巫警惕 必须制造出 经过一番探寻 用了不少法门 才找到进入的方法 以此麻痹魅巫 不会暴露了自己 具有看破幻象的能力 地下隐秘的天窟内 炙热的气息 弥漫在整个天窟 四周有火焰之光弥漫着 而天窟的中央 却是清凉无比 丝毫没有炙热之感 一网水池之中 长着一根齿许长 拇指大小 上端只有一片叶子的玉竹 玉竹晶莹剔透 其内仿佛蕴含着 某种玄傲的纹路 又仿佛蕴含着某种智力 有道运营绕其中 除了水池中的玉竹外 在水池四周 生长了几朵奇妙神花 以及一些未知的宝物 一名美艳动人 妩媚无双的女子 身穿粉色的长裙 一举一动之间 都具有莫大的魅惑之力 许言小混蛋 怎么还不来 魅巫咬牙切齿 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为了报仇 为了让许言知道 得罪他魅巫的下场 可谓是花了不少心思 为了让步许言上当 他刻意在这里布置了一些宝物 奇妙神花与其余宝物也就罢了 水池中的那根玉竹 乃是真正的天才地宝 莫说不朽天尊了 纵然不朽天尊之上的武者 见了也要眼红 这可是有助于 感悟天地道则的宝物 玉竹之内的玄傲纹路 仿佛是使得这根玉竹 具有了天地道则一般的智力 玉竹之内的空洞 仿佛是小小的天地 而纹路便是运转天地的规律 正是因为此特殊 才使得玉竹极其珍贵 美巫 你是有多恨那小子 连这竹子都拿出来了 一道声音响起 一名身材魁梧 头发与胡须 都仿佛是火焰一般 在燃烧着的壮汉浮下出 这竹子虽然珍贵 但对你我却没什么用处 不过是那一株宝竹 不知道多少代的后裔竹子罢了 魅巫不以为意 接着 咬牙切齿道 不拿出足够珍贵的宝物 那混蛋未必会冒险进来 行吧 魅巫你答应我的事情 可不要反悔就行 男子点了点头 严摩 你大可放心 只要你协助我擒拿下这小子 答应你的事情 绝对不会反悔的 魅巫郑重地道 嘿 为了擒拿这小子 你连这都答应下来了 可见你是真的恨这小子 你大可放心 我严摩出手 他只要进来了 就别想逃出去了 严摩哈哈一笑 身形化作一团火焰般 轰然消散在原地 仿佛散入在整个天窟之中 许言小子 宝物不是这么好拿的 只要你进来了 且看你这一次 如何逃脱我的手掌心 魅巫咬牙切齿 除了恨许言 他更恨李轩 毕竟 许言是他的徒弟 那是个混蛋教出来的 你徒弟落入我手中 且看你能如何 魅巫眼神冷立 动 骤然之间 天窟外传来了动静 魅巫 那小子出现了 炎魔的声音传来 周瑜来了 魅巫松了一口气 就怕许言不来啊 朵巫 该进来了 迷惑一下许言 魅巫身形消失 潜藏了起来 片刻之后 童巫的身影 进入了天窟 在距离水池不远处 潜伏了下来 而他的潜伏 却是故意露出破绽 许言只要靠近了 必然可以发现他 嘿 好小子 能抵御我的朵巫邪目 绝对不能让你成长起来 朵巫心里冷笑着 天窟里 魅巫 研磨两位潜伏 再加上他 只要许言进来了 就别想逃出去了 为了对付许言 他可是知道 魅巫付出了一些代价 将一件不错的宝物 携带了进来 动 天窟外 动静不断 许言在寻找进入的道路 结果 半天之后 动静消失了 魅巫的身形浮现 看向童巫道 你给的图 难道没有告诉他 怎么进入吗 朵巫嘴角抽了一抽 我怕太明显 所以 这一下子 魅巫有些焦躁了 万一许言找不到路 进来怎么办 好在 一个时辰后 又有动静传来了 许言并未放弃 许言你个小混蛋 可要找到路进来啊 魅巫心里七上八下的 就怕许言突然放弃了 结果 半晌之后 动静又消失了 研磨 制造一点波动 让许言找到进入的途径 魅巫坐不住了 开口说道 行吧 同物办事 真够不靠谱的 研磨无奈地道 同物脸色尴尬 心裂暗骂 许言这小子 看着很机灵的呀 怎么连个路都找不到进来 破 一缕炙热的气息 透过天窟入口 喷涌而出 仿佛是许言的一连串探寻 终于激发了天窟的气息似的 有点意思啊 我以为是堕屋 没想到还多了一个 这是负责封锁天窟 直接以火焰 封锁天窟 想要将我彻底困住 不给我顿逃的机会 许言看到了 研磨制造的动静 实力也就这样 没有超出不朽镜 这也想困住我 许言沉吟了一下 一念之间 远处的丛林刹那之间 化为了一柄柄长剑 飞纵而来 相互重叠在一起 变成一柄短剑 落入他袖子里 只要困住你片刻 便可以了 许言有了计划 同时手中出现一个阵盘 出其不意之下 足以迷惑住堕屋片刻 而这片刻时间 足够他坑媚屋 并且将宝物拿到手了 又装模作样地 制造出动静来 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却又谨慎 而小心翼翼地进入天窟 此处天窟 炙热非常 仿佛处于一座熔炉之内 不过这种炙热 却又恰好处于 真王天尊武者 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许言一路上小心翼翼 出现在天窟入口时 没有第一时间踏入 而是抬手将一柄剑 射入天窟之内 仿佛是在试探 天窟里 没有任何动静 似乎当真不存在危险 魅巫早已隐藏了身形 默默注视着许言的动作 一颗心都悬了起来 生怕许言不踏入天窟 小子 快进来吧 只要你进来了 就别想逃出去了 魅巫心里冷笑着 终于 许言一步一步踏入了天窟 小心翼翼地探查一番四周 渐渐地靠近水池而来 待他发现堕乌 出手防御之时 堕乌施展邪目之时 就是出手擒拿下 此小子的时刻 魅巫自以为 自己已经很谨慎了 哪怕许言已经进来了天窟 也不现身出来 按照既定的计划 确保万无一师 可以将许言给擒拿下来 为了擒拿许言 他可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暂时避开太仓天地的风镜 将一件宝物携带了进来 目的 是为了防止许言的那位师傅 给予了许言一些什么厉害的宝物 可以撑到他师傅来救援 因此 必须确保在对方来救徒弟之前 将许言生死 牢牢掌控在手中 若非真身无法降临 魅巫也不会煞费苦心的 让分身携带一件宝物降临了 许言一路装作小心翼翼 谨慎非凡的样子 仿佛没有发现魅巫的存在 也没有发现炎魔的身影 魅巫 堕巫 还有那一位是什么强者 一身火焰之力非常强大 而且 这火道之力 非一笔寻常 许言暗暗则舌 天窟的炙热气息 便是来自那一位火道强者 对方一身实力 非常强大而特殊 负责封锁天窟吗 可惜凭你的实力 还无法困住我 在小天道之眼下 不论是魅巫 还是炎魔 都无所遁形 这是什么宝物 魅巫果然是好人啊 终于 看到了魅巫准备的宝物 许言心中大喜不已 水池中的玉竹 一看就不凡 他露出欣喜之色 不过依旧没有大意 小心翼翼地向前 同时剑中山河悄然浮现 笼罩了过去 而原本隐藏不算深的舵巫 此刻应该被发现了才是 堕乌都准备许言一旦发现他时 当即就出手了 结果 许言仿佛注意力都被玉竹吸引 没有发现他的隐藏 这使得他一正 犹豫着要不要出手了 机会就在此刻 许言深吸一口气 他要的就是对方这一刹那的犹豫 刷 刹那之间 许言身形已经消失在原地 一道身影仿佛冲向了玉竹 但那不过是幻影 许言的真身 一个移形幻位 瞬息之间就出现在了魅巫藏身所在 而魅巫三人 都被那一道冲向玉竹的幻影 迷惑了一刹那 而就是这一瞬息之间 许言已经出手了 不好 魅巫心中大惊 更是气愤不已 好狡诈的小子 一缕粉色的光芒 还没绽放而出 那一件宝物 刚刚准备出手 便看到许言手中一柄木剑刺出 刷 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木剑就刺入了他的体内 啊 魅巫惨叫一声 刚准备出手的宝物 瞬息跌落 而许言趁机手一抄 宝物落入了掌中 轰隆 便在这一刹那 阵盘激活 一道大阵降临在了堕乌所在 紧接着 万剑从许言袖中飞出 化作剑阵 笼罩住了阎魔 剑中山河一收 刹那之间 连水池包括那一根玉竹 以及水池四周的宝物 进阶落入了许言手中 从出手 倒将宝物搜刮一空 不过是刹那之间 而到了此刻 堕乌才堪堪冲出了大阵 阎魔化作恐怖的火焰巨人 焚烧万剑 杀了出来 魅巫却是发出惨叫之声 有一柄剑 在他体内油窜着 似乎要将他灭杀 魅巫 多谢你的大礼了 许言笑容灿烂 手中长剑挥出 绝灭一切的剑意 仿佛要将魅巫彻底灭杀 你这个分身 又要死在我手里了 魅巫骤然化作 一道粉色光芒 疯狂后退而去 许言小子 你该死 我必杀你 他何曾接二连三地吃此大亏 而且 还是在一个年轻 实力弱的小子手中吃大亏 这口气 他咽不下 你能逃回去再说吧 许言做事 要彻底灭杀魅巫 哼 魅巫冷哼一声 他知道自己这句分身 绝对不是许言的对手 必须回去重新降临分身 多污 炎魔 给我困住他 我回去一趟 马上就来 魅巫说完 化作一道粉色光芒 瞬息消失在天窟里 许言露出了笑容 魅巫将师父的剑 带回去了 任务完成了 多污 炎魔 凭你们两个也想挡我 许言一念之间 天窟的草木杀石 进阶化作了杀伐之剑 密密麻麻 不知道数量多少 炸案 许言傲然而立 无数杀伐之剑 剑衣各异 灵力不同 宛若漫天与低斑 飞射向炎魔与堕污 与此同时 许言挥手之间 山河万象施斩而出 轰隆之间 山河之中 骤然浮现出一道 模糊的伟岸身影 旋即 便是两道强大的身影 在战斗 堕污与炎魔心中凛然 他们不过是力量分身 实力终究有限 你是山谷的徒弟 突然 炎魔沉声问道 山河万象之中 两名强者大战 其中一人的身影 虽是模糊 但毕竟是老熟人 老对头了 自然认得出来 许言眉头一挑 山谷 与明屋同归于尽的强者吗 不对 山谷已死 你不可能是山谷的徒弟 而且你的武道 也与山谷不同 炎魔玄疾又摇头说道 但不论你是不是山谷的传人 你这样的天骄 必须死 轰隆 炎魔说着 整个人都化作了火焰 宛若人形火焰 熊熊燃烧 恐怖的火焰之力 肆虐四方 化作一道道强大的攻击 向着许言封锁而来 今日 你逃不掉的 炎魔的冷然的声音响起 火焰宛若巨蟒 又宛若一张巨网 彻底封锁了许言四方 不断向着许言包裹而来 堕乌百目睁开 邪目之光映照 同时手中挥动着一根黑色的棒子 一股阴邪的力量弥漫 杀向了许言 凭你们也想阻挡我 许言冷笑一声 不论是炎魔或是堕乌 实力都没有超过不朽镜 而他虽未突破破虚镜 但也足以应付二人的攻击了 至于魅乌 带回去了师父的剑 哪里还有机会再次降临 你们想要封锁我在此 等待魅乌降临 可惜你们的算盘注定要落空了 魅乌他来不了的 我师父正在给他一点教训呢 许言呵呵一笑 呼 见光荡漾 山河苍生浮现 一条金色巨龙 翱翔在山河之中 龙威荡漾 金色的巨龙 发出了一声龙吟 炎魔 你这一股力量不错 若是抹出了你的意识 你这一股火焰之力 倒也算是宝物了 许言看向封锁而来的火焰之网 轻笑着说道 哼 凭你还无法抹出本座这一缕意识 炎魔轻蔑一笑 虽然这一句分身实力不强 然而 他毕竟是一名致强者 纵然是一缕意识 也不是许言可以抹出的 纵然 他修炼了神魂秘术 也无法做到 他这一缕意识 远非不朽进武者的神魂能比拟的 是吗 且看看如何 许言笑了一笑 狂风骤气 吹息像火焰之网 这一股狂风 直接吹息在炎魔的这一缕意识之中 更令他骇然的是 这股狂风 竟然蕴含了不话之意 你这是 他有些难以置信 难道对方 这一道杀伐手段 是以不话之气修炼出来的 没错 这是不话之气修炼出来的建议 而这一道建议 是杀伐神魂的建议 许言乐和一笑 炎魔的这一道分身 朵巫和魅巫的分身不同 朵巫与魅巫的分身 虽然也是力量分身 但它们的力量毕竟不一样 斩灭了意识之后 力量也会随之消散 但炎魔的这一道分身 似乎蕴含了其一缕本源之力的缘故 纵然意识被灭依然会存在 甚至成为一种宝物 这与炎魔自身强大的实力 甚至是它的本体有关联 许言也怀疑 炎魔为了封锁天窟 将它困住在这里 寻常力量分身 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 这才分出了一缕本源之力 进行加持 轰隆 不话剑一瞬息之间 就融入了火焰之中 甚至沾染上了炎魔的这一缕意识 魅巫 我撑不了多久 炎魔脸色大变 看向许言的目光 满是凛冽的杀意 此字必须死 否则日后必成大患 太苍天地 竟然出了如此一个妖念 断不可留 堕乌 你个废物 接着又怒瞪着堕乌 这家伙竟然无法威胁到许言分毫 堕乌憋屈不已 许言不惧他的邪目之光 这使得他的杀伐之力大为下降 其余的手段 更无法对许言造成威胁了 别叫了 魅巫来不来了 许言笑容灿烂 现在的魅巫 可能正在承受着痛苦呢 严谋心中暗惊 魅巫不会真的被教训了吧 许言的师父是何人 他脑海中浮现出几道身影 却都没有符合的 况且 以魅巫的实力 也会被那几人中的任何一人教训才是 你师父是何人 严谋感觉自己这一缕意识 支撑不了多久了 大意了 未曾料到对方的功法之中 竟然蕴含了不化之气 我师父之名 因果太大 你承受不住的 许言傲然地说道 笑话 这天地之间 岂有我严谋承受不住的因果 强如 最后 严谋闭嘴了 怎么 突然发现 还是有强者 是你承受不住的 许言讥讽一笑 哼 并非承受不住 只是某些人不提也罢 严谋冷笑一声 乍案 许言骤然之间 身形一晃 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就出现在堕屋身前 黑色的剑光展落 破 堕屋目光冷立 挥动手中黑色棒子 卷起一股股灰暗之气 仿佛又要侵蚀许言的攻击 然而 许言一剑斩落的刹那 手掌一拍 嗷的一声 金色巨龙轰出 沉龙 破 堕屋直接被轰得倒飞而出 百目光芒暗淡 他骇然失色 你怎么强了如此之多 这是什么妖孽 在长云禁时 许言的实力 远没有如今这般强大 这才过去了多长时间啊 实力已经近乎翻倍提升了 照此下去 要不了百年 对方的实力就不会比他本体弱了 死子 必须死啊 炎魔也是神色一惊 这小子竟然一直在藏桌 过去几年了 便强不是理所当然 许言挥剑就斩 一剑接着一剑 身形藤挪之间 完全无视了炎魔的火焰攻击 小子 我这一缕意识 注定要消失了 既然如此 也不会便宜了你 且看你 炎魔目光冷烈 准备直接自爆这一具分身 化作一道强大的攻击 即便不能杀了许言 也必然可以重创他 便在此时 一声充满了愤怒的声音 近乎癫狂的咆哮 许言 你们师徒都该死啊 你给我等着 啊 混蛋 既然敢敢暗算老娘 都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把你们师徒千刀万剐 不 我要把你们师徒 变成我的魅奴 日日夜夜折磨 方笑我心头之恨 咆哮的声音 再无一丝柔媚之意 更无一丝温柔 只有愤怒 癫狂 恨意 天窟都在震动着 天地盗则之力 这一刻都被激起了 化作了雷霆闪耀在天地屏障 似乎只要咆哮之人 胆敢踏入境来 便会以天地之力 灭杀对方 严魔与堕乌惊呆了 那是魅乌的声音 他遭遇了什么 二人 对于魅乌 自然是非常熟悉的 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 如此失态过 纵然曾经被某人 怒骂他不要脸 也未曾如此动怒 结果 他竟然仿佛失去理智一般 在愤怒地咆哮着 恨不得杀入天地之中来 准备自爆分身的严魔 不由得一震 抬头看向天地之外 隐约可见粉色光芒 萦绕不散 好机会 许言可没有被魅乌的 失态干扰 趁着严魔失神的瞬间 瞬息来到了他的面前 宝剑刺入了那一团火焰之中 严魔的意识核心之处 破 沙伐之间 瞬间刺碎了严魔的 这一缕意识 你怎么会 严魔愕然 许言是如何发现 他的这一缕意识核心所在的 话未说完 意识已经消散了 严魔意识被斩灭 化作巨网封锁四方的火焰 此刻自动聚合到了一起 变成了一朵赤红色的火焰 散发着灼热的气息 许言伸手一招 直接将火焰射入口中 手指轻点 一道道静置落下 将火焰封印了起来 虽然他不是奇门舞者 但静置一道 却也是熟悉的 也懂得如何封禁宝物 毕竟 封禁之术并不算太高深 梦冲或是素灵秀都学了封禁之法 被施下封禁后 火焰变得温和起来 不再散发出灼热的气息 如同只是一朵赤红色的花 冲屋看到这一幕 脸色变了又变 这一朵火焰 毕竟蕴含了严魔的一缕本源之火 许言究竟是用了什么法子 竟然将火焰降服的 本以为 纵然严魔的那一缕意识消散 许言要降服这一缕火焰 也需要颇费周折 未曾料到如此轻易 就将严魔的本源之火给降服了 魅巫遭遇了麻烦 无暇分身 严魔也败了 只剩下受伤的冲屋 独自一人 更不是许言的敌手了 许言 希望你真能崛起 否则他日你必死 冲屋冷冷地说道 砰的一声 他自允了这一句分身 至此 三大强者分身而来 竟然都失败了 尤其是魅巫 似乎被暗算了 吃了大亏 但 不论是堕屋或是严魔 都记下许言了 若有机会 必杀许言 迟早会议会你们的本尊 许言对堕屋的威胁 不以为意 破虚 天地 力道 待我突破力道境 就足以对付他们了吧 许言暗暗嘀咕着 差不多 也该突破了 如今宝屋到手 也该着手准备 突破破虚境了 天煞地影 给我等着 待我突破破虚境 我们慢慢玩 许言冷冷一笑 一入破虚 不朽天尊对他而言 也没有任何威胁 纵然遭遇不朽天尊围攻 也不拒 破虚之力 轻松破开不朽天尊的 执掌天地之力 这一次突破 是一个不小的飞跃 许言从天窟之中出来 眺望广袤而幽深的广幽境 决定找个地方闭关 为突破破虚境做准备 这一次的收获 也该整理一下了 尤其是那一根玉竹 看着就不凡 兴许对自己参无力道境 有辅助之用 许言瞬息离开 寻找合适的闭关之地 清华境 李玄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去找天子了 想要从天子口中 获得更多的天地之秘 暂时急不来 你徒弟许言 以你的剑 暗算至强者成功 你获得千机影 大道经书的反馈 突然而来 李玄顿时欣喜不已 成功应到魅巫了呀 千机影吗 倒是用得上 千机影 乃是一种特殊的神通 可以隔着无尽距离 操控侵入敌人体内的力量 并且可以操控这一缕力量 不断壮大 乃至隐藏起来 只要敌人的实力 没有强出太多 就无法法除千机影的力量 若是与敌人交战 彼此实力相差不多 敌人只要伤在自己手上 可以凭着千机影 一直侵袭敌人 使得对方的伤势 根本无法痊愈 当然 也可以偷偷暗算敌人 只要敌人一旦被暗算 哪怕只是轻伤 也可以施展千机影 不断地破坏敌人身体 不断加深敌人的伤势 只要中了千机影的人 实力没有以绝对的优势 瞬间镇压驱除千机影的力量 就会如同复古之躯 再也无法驱除 不错 不错 试试千机影如何 李璇露出了笑容 心神稍微沉宁 瞬间感应到了 自己那笔木剑的力量 四 魅巫的实力好强 这一瞬间 李璇有些感叹不已 魅巫的实力 比如今的她还要强 虽然比现在的我强 但我的剑 可不是这么容易驱除的 而现在有了千机影 魅巫就再也无法驱除这一剑了 李璇乐呵一笑 心念一动 手指微微拨动了几下 一缕玄乎的气息浮下出 仿佛牵引了无近距离的某处 真 一声剑鸣在魅巫体内响起 那一柄剑刹那之间 在她体内游走了起来 并且不断炼花外来的力量 壮大这一剑的力量 轰隆 魅巫实力不错呀 李璇感受到了 这一柄剑遭受的强大力量镇压 再次感叹了起来 不过 你对我的剑道 是完全陌生的 也是完全不熟悉的 想要驱除痴心妄想 李璇手指跳动着 冥冥之中感应着那一剑 在面对魅巫的力量时 骤然化开了 仿佛无形无际 避开了魅巫的力量 在她身体的某处 再次汇聚成剑 虽然太仓书看完了 但以后也不会无聊了 李璇精神抖擞 隔空与魅巫这个强者斗法 实在是太有趣了 而且 斗法的战场 是在魅巫的体内 这就更有趣了 嗯 魅巫的气息波动剧烈 这是气得要发疯了 李璇眉头一挑 魅巫的实力当真强大 若非有千机影 可以操控那一剑 以魅巫的实力与手段 花一些时间 还是可以驱除这一剑的 下化线X0010下化线 当然 这个时间可能不会太短 虽然这一剑的力量 不足以对它造成致命威胁 然而时时刻刻在它体内捣乱 魅巫必须奋出一缕心神 奋出一部分力量 在控制这一剑 防止继续变强 这就意味着 魅巫的实力将会打折扣 面对曾经的强敌时 将会十分被动 千机引着法门 可真有意思 李璇乐此不彼 操控着那一剑 在魅巫体内 与他玩起了捉迷藏一般 魅巫的实力 大抵相当于力道境 对于魅巫的实力 李璇也有了判断 相当于力道境左右 当然并非他的力道境 而是大慌舞者的力道境 毕竟 李璇的实力 是同境界许言的百倍 他一入力道境 就足以碾压魅巫了 力道境比天地境 还是要强很多很多的 李璇心里感叹 越是往后 每一个境界的实力差距就越大 魅巫 果然是在天地之外 不在此天地之内 李璇以千机引感应那一剑 确定了魅巫不在太苍天地内 而是在天地之外 不过对方的距离 却是在不断靠近太苍天地的 气得发疯了 但没什么用 你又进不来太苍天地 就算能够进来 也找不到我 我也不拒啊 李璇老神在在 继续以千机引撩拨着魅巫 咦 魅巫与谁交战了 骤然之间 李璇察觉到 魅巫体内的气息波动 力量狂暴无比 似乎正在与敌人交战 不过 战斗不久就平息了 魅巫正在远离太苍天地 有意思啊 李璇抬头看向天穷 这太苍天地里 有不弱于魅巫的存在 恐怕就是对方阻击了魅巫进入天地 这件 暂时隐藏起来 不能一直撩拨魅巫 偶尔冒出来撩拨一下就可以了 李璇心里嘀咕着 动 骤然 天地之间 响起了一声轰鸣 越来越乱了 李璇唏嘘感叹 神域真的要进入大乱时代了 一些强者不甘于现状 默许天煞地影的动作 目的也是为了尝试天地第一 或者 意图谋取天地之主的尊位 坐看风云起啊 李璇摇头感叹 许言快突破了吧 魅巫顺利被坑了 也就意味着 许言顺利拿到了宝物 也到了突破破虚境的时候了 你徒弟肃灵秀 明悟单一五道天地境五道之法 你单一五道突破天地境 大道经书的反馈涌现 单一五道也突破天地境了 实力又变强了 李璇欣喜不已 这人一高兴 手指就跳动着 施展了千金影 辽薄起魅巫体内的剑 时间匆匆 眨眼三年时间过去了 对于强者而言 三年不过弹指之间 清华宗日星月异 短短三年 却是又涌现出了不少不朽天尊 除了顶尖的不朽天尊数量上少之外 单以不朽天尊数量而言 清华宗可以排进神域前十了 当然 综合实力还是差了不少 清华大阵越发趋于完善了 而一旦清华大阵完善 顶尖不朽天尊武者 也会开始增加 而大跃皇三人 甚至有机会突破不朽境之上 大跃天窟 已经差不多化作天地神炉 每天炼制的丹药 都是庞大的数字 而种植灵药 神药的法门也越发趋于完善 在正法的加持之下 已经人为种植出了一片低品阶的神药来 整个清华宗 真王天尊以下武者 开始出现井喷 在丹药的辅助之下 武者的修炼速度越来越快 瓶颈更容易突破 每个境界之间的停留时间 都大为缩短了 当然 为了避免全靠丹药堆修为 导致实力偏弱 宗门长老唐 下发了丹药指引 必须在突破之后 一段时间内进行魔力 沉淀自身 而且 宗门定期检查宗门弟子五道根基是否凝实 五道实力是否虚浮 一旦根基不够凝实 实力虚浮将会扣减修炼资源 甚至降低宗门地位 这一连串宗门规矩下发 避免了武者实力虚浮的问题 清华宗真王天尊以下武者 数量正在进入大爆发 而且天窟相对平静 这就缺少了魔力的地方 为此 各地凌晨开始组织擂台比武 增强武者的魔力 以及主动挑衅名誉 主动挑起战斗 十二也突破了呀 李玄感叹一声 十二距离神通境 也不会太远了 当然 这一关终究难度不小 并非短时间内可以突破的 孟叔叔与周英 倒是更早一步突破 二人正在沉淀着自身 为突破神通境准备着 采灵儿已经是真王天尊了 她的血脉激活之后 得了海灵皇者传承 修炼速度迅速 岳长明正在准备突破 真王天尊之境 而岳尔也在着手准备突破了 值得一提的是 岳尔跟随在素灵秀身边打下手 对于神魂极为了解 她的神魂之力 比岳长明要强得多 以实力而论 岳尔甚至还稍胜岳长明一点 当然 战斗经验却是不如岳长明 真的生死相搏的话 岳尔大概率会败 你徒弟许言 突破破虚境 你天地境突破小城 大道经书翻开 金光涌现而出 三年时间的沉淀 许言终于突破破虚境了 一入破虚 神魂可以横着走了 当然 如今的神魂之乱 恐怕存在不朽境之上的强者潜伏 纵然如此 许言以破虚境之力 也不拒了 终于是突破了 李玄欣喜不已 天地境小城了 你徒弟许言 极境生华 蜕变为山河道体 你获得先天道体 轰隆 李玄这一刻 只觉得整个人 都出现了一种蜕变 道运天生 经脉骨骼 仿佛道泽一般 萦绕在体内 体内的天地 仿佛道泽自生 虽不是力道尽 却有了一种力道的抑郁 实力 又提升了 李玄欣喜不已 先天道体啊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不会若魅巫多少了 李玄振奋不已 先天道体 天地境小城 实力之强 不会比魅巫弱多少了 许言这一次蜕变 突破天地境时 已经无法极尽生华了 李玄感叹一声 山河道体 能否在蜕变 已经不是凭突破前的积淀 可以做到的了 不过 以许言的妖念 还是有机会的 李玄对此充满信心 山河道体 已经非常强了 足以使得许言的实力 远远地超过寻常舞者 等梦冲与苏灵秀突破蜕变 我的先天道体 会怎么提升 李玄充满了期待 随着许言突破破虚境 境界提升的收获 也持续而来 比如神通的提升 剑意的提升 山河万象的提升等等 这都使得实力不断飞跃 终于要大杀四方了呀 李玄期待不已 许言突破之后 必然会对天煞地影报复 杀不朽天尊 已是轻松自如 威名必然传遍神域 梦冲也快突破了 也就这两三年内了 李玄看向大悦天窟所在 素灵秀的布置 差不多完成了 他也快突破了 徒弟们都开始了实力大提升 这天地 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了 李玄看向天穷 以他对太仓天地的了解 自然很容易就洞悉了 天地的微妙变化 首先是气韵上的 其次是道则上的 以及天地本源的变化 也该找个机会 让天子交代隐秘了 时不我待啊 这天地也该好好谋划一番 李玄沉吟着 而在此之前 必须弄清楚 天子究竟是什么存在 骤然 李玄看向神域某处 一枚他赐予的保命御符 被触动了 保命御符 除了徒弟之外 只有寥寥几人拥有 而这几人 都是属于关系比较紧密 有些渊源存在的 自从送出保命御符至今 尚未有人陷入危机 触动御符 这是第一次 不是许言 也不是梦冲 同样不是江不平 李玄有些意外 三个徒弟都在神域闯荡 都面对着强大的势力 更可能遭遇危机才是 结果 第一个触发保命御符的 竟然不是徒弟 而是杜玉英 这是准徒习啊 究竟遇到了什么危机 他可是太淼神宗的弟子 而太淼神宗位于太淼静 独掌一静 乃是神域大静之一 李玄有些诧异 抬头看向保命御符 被触动的方向天道之眼看去 他感受到了 御符激发出来的 属于自己的力量 抬手微微一点 天地道则这一刻 被他拨动了刹那 一股天地道则之力 瞬间降临 加持在御符力量上 瞬息之间 将这一枚御符的力量 提升到了天地境的程度 以他对太苍天地的了解 以及对于天地道则的掌握 纵然隔着遥远距离 也能轻松调动天地道则之力 进行加持 毕竟 那可是他的御符 蕴含着他的力量 又处于神域之中 以他目前的实力 调动天地道则加持 轻而易举的事情 就算被一群不朽天尊围攻 也能轻松灭杀 李玄淡然一笑 御符的力量开始收敛 回归度于阴体内 显然已经解决了危机 神域某处 一名不休蝙蝠的老头 正躺在一块大石头上 骤然 他猛地跳起身来 抬头看向天穷 眉头紧紧皱起 一脸惊疑不定之色 谁在调动天地之力 谁有此能力 这一刻 他心里有些吃惊 谁偷偷来到神域了 眉头紧紧皱起 脑海中浮现一些熟悉的身影 然而却是无意人 与刚才的天地之力 被调动有关 不对劲 如此调动天地之力 非常隐秘 若非是我 其余人恐怕都无法察觉 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但他们 老头皱着眉头沉思了起来 难道 有谁活了下来 他万分不解 但能够做到这一步 且让他无法探寻到 调动天地之力源头的 除了寥寥几人 再无别人了 而那几人 早已消失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难道是他 突然 似乎想起了什么 却又摇头 不可能 若是他 绝对不会如此低调的 而且他也出不来 想不明白的老头 神色有些凝重了起来 天地之间 隐藏了一个未知的存在 不知是好是坏 天煞和地影这两个混蛋 挺能折腾的 且看他们能折腾出什么来吧 别反噬己身了 旋即想到了什么 又冷笑一声 重新躺回石头上 算了 若是天会他下来 那就他吧 还是别操心了 吐出一口气 继续呼呼大睡起来 神域 太秒静 祖奶奶 你没事吧 杜玉英搀扶起脸色惨白 受伤不清的心梦柔 可 没事 心梦柔深吸一口气 看向已经消失的敌人 心头再次震撼了起来 祖奶奶 现在怎么办 杜玉英有些担忧地问道 虽然 在危急时刻 他触动了前辈赐予的保命御符 轻松灭杀了敌人 但后续的麻烦肯定不小 敌人之中 有一名乃是太秒神宗的长老 回宗 若是有人问起 就说被一位神秘前辈所救 你保命御符之事 不要提起 心梦柔深吸一口气说道 刚才那一幕 太震撼了 那一道身影 宛若天地至尊 挥手之间 天地之威尽在掌中 不朽天尊宛若蝼蚁一般 挥手灭杀 竟然是顶尖的不朽天尊也是如此 祖奶奶 我明白了 杜玉英点头 只是眼眸之中 依旧有着担忧之色 太秒宗的内斗 已经见趋表面化了 而祖奶奶 修炼的是太秒梦幻道 更是从此道中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些心得感悟 这都得益于当初前辈的指点 结果 此事泄露了出去 太秒宗内另一派的强者 意图打压太秒梦幻道 故而才有了这一次的袭击 若非这一次 他想要下山 探听一下关于许言的讯息 跟随祖奶奶一起出来 恐怕祖奶奶就会被人袭杀了 哼 一群老贱人 生怕我成为太秒梦幻道的执掌者 且给我等着 心梦柔冷笑一声 此次大难不死 也注定了他的崛起 如今 他已经快要将梦幻成真 以真话梦了 一旦突破 同镜之内 他具有碾压的优势 而除了他之外 云淼淼也修炼的太秒梦幻道 不过又是另一种梦幻道 若是他真能成功 实力也会极其强大 祖奶奶 要不要找机会 去拜见一下前辈 杜玉英有些期待地开口道 心梦柔看了他一眼 满脸无奈道 许言那小子 又不在前辈身边 你去了是 见不到人的 杜玉英玉脸一红 祖奶奶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去找前辈指点 一定可以更快突破的 行了 你与淼淼那点心思 我还能不知道 你们两个啊 实力太弱 若是不努力修炼 只能给许言小子拖后腿 罢了 不管你们如何修炼 注定了给许言小子 拖后腿的 那小子简直恐怖 心梦柔感叹一声 许言已经威名传神域了 一人斩杀了不少不朽天尊 与天煞地影 这个强大的势力斗上了 还有梦冲 也是猛的一塌糊涂 被万宝盟悬赏追击 依然逍遥自在 甚至偶尔还洗劫 一番万宝盟的分布 不愧是前辈的徒弟 都强得不像话 神域 恐怕要出现大的变动了 你们尽快提升实力吧 心梦柔与杜玉英 收敛气息 赶回太渺神宗 在二人离去大半个时辰后 一道身影出现 来人一身绿色长裙 身姿宛若梦幻一般 探查了一番四周 露出了凝重之色 无一人存活 三名不朽天尊 其中一人 更是顶尖不朽天尊 竟然都失败了 而且 短短时间内 就被斩杀 谁在暗中庇护心梦柔 不朽境之上 难道 心梦柔的梦幻道 已经引起了关注 绿群女子喃喃自语 满是疑惑 身形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太渺神宗 某处密地之中 失败了 被向绿群女子而做的人 看起来仿佛并不真实 宛若是一道影子 但这一道影子 却又给人一种真实之感 是的 全部死了 绿群女子点头 心梦柔遭遇袭杀之事 很快就会传开 而其中一人 更是宗门长老 借此机会 清理一下宗门内的地影吧 他们的手 伸得太长了 既然心梦柔躲过此劫 崛起已是必然 把幕后之人交出去 告诉太渺宗那些长老 太渺两大功法 同出一元 谁在彼此攻击 后果自负 绿群女子点头 是 我明白了 接着又疑惑道 既然知道有人要杀心梦柔 为何不主动出手相救 每一个太渺至强者 自有气韵 若是气韵不足 因此而陨落 自然无法成为至强者 这是一个考验 不论就心梦柔的 是否早已关注她的强者 或是什么人 都意味着 她有足够的气韵 可以成为至强者 绿群女子有些不明白 为何要有如此考验 一旦死了 宗门岂非损失一个天骄 但没有继续问下去 躬身离开 随着绿群女子离去 影子般的身影 此刻微微颤抖了几下 喃喃自语的声音响起 那是谁 只是一件信物而已 竟然就具备 如此恐怖的实力 这究竟是何等手段 脑海中想到了那一道身影 宛若天地至尊一般 纵然她功法强大 且藏匿得很好 却也被那一道身影发现了 只要她稍微有一点恶意 便会被一掌轰杀 心梦柔的后辈 究竟有什么背景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存在庇护 这一天 太淼金动荡了起来 爆发了大战 清除内间的大战 神域大境之一 太淼金的实力 无疑是极其强大的 此刻强者一出手 短短时间内 便有不朽天尊陨落 被斩杀当场 甚至于 这一次的动荡 太淼神宗动用了一件至宝 直接震杀了一名 顶尖不朽天尊 更是将消息传开 太淼神宗 清剿天煞地影奸行 连太淼神宗 都被天煞地影 渗透如此之深 其余大境势力 都不敢大意了起来 一时之间 神域愈发动荡了 大境的动荡开始出现 混乱的局面越来越乱 而天煞地影 也在四处挑拨 四处掀起战火 地云静 因地面时常有云雾 云绕不散 因此而得名 地云静某处 云雾浓密之处 一座巨大的天窟 在云雾之中 若隐若现 四名带着天煞面具的男子 分别坐在天窟四方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不断涌入身前的一根柱子之中 柱子缭绕着道运 刺入在天窟边缘 而随着四名天煞面具人的力量涌入 柱子荡漾出一圈圈波纹 将天窟口缓慢撑开 一道身影骤然降临 需要多久 才能完成 不用你操心 时机成熟之时 自然会通知你 一名男子沉声说道 轰隆 骤然 天窟下方出现了震动 一道粉色的身影若隐若现 天窟漆脸色微微一变 怎么回事 其中一人无奈道 是魅巫的分身 非要从这里进入神域 说是要找一个叫许颜的人 要报仇血恨 天窟诧异不已 许颜怎么招惹魅巫了 你们四个废物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才把天窟壮大一点点 魅巫愤怒的声音传来 魅巫前辈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还是担待一下吧 你现在从此处进来 只会误了大事 哼 那你把许颜引来这里 否则我等不及了 许颜怎么可能会来这里 况且 此地不能暴露啊 四名天窟面具人 愁眉苦脸 不断地劝说着 天窟七心中一动 沉声开口道 魅巫前辈 此地许颜是不能来的 不过可以让他去另一处天窟 魅巫冷然地道 寻常天窟 不朽近已是极限 区区不朽近实力 如何奈何得了许颜 天窟七沉吟了起来 半赏开口道 我听闻魅巫前辈 有一秘书 可以培养出一种宝物 能令生灵迷失 我有一计划 未保万全 想向前辈求取一件此宝物 作为交换 我知道一处天窟 可以容纳不朽近之上 天合近生灵进入 我想办法 将许颜引去此处 如何 魅巫心动啊 当真 自然 我岂敢欺骗前辈 只是引诱许颜 终归需要一些东西 天十七若有所指的说道 此事不劳你费心 你只需把许颜引到那里便可 至于你要的宝物 我可以给你 三日后来此吧 另外 你若是胆敢欺瞒于我 老娘会直接找天煞 那混蛋算账 魅巫说完 粉色的身影离去 天十七则舌 以她对魅巫这位 巫魔强者的了解 一直都是笑眯眯 声音柔媚 魅惑众生 如今 开口闭口老娘 可见被许颜气得不轻 这许颜 究竟怎么惹得魅巫如此失态的 天十七心里诧异不已 不过 也幸亏如此 可以从魅巫手中 获得那种宝物 后面的那一桩计划 就能确保万无一失完成了 十七 那许颜是何人 一名天煞面具人 诧异问道 一个妖孽 其背后有强者 天十七不愿多说 转身离去 而地云镜此处天窟 依旧在缓慢扩大之中 而天窟内的气息 被压制着 没有泄露出来 许颜 必须请拿下你 魅巫心里愤恨不已 体内那一剑 看似弱小 却是非常刁钻诡异 而且似乎具有灵质一般 又仿佛被人操控着 任由他用尽了方法 也无法磨灭 更无法法除除体内 虽然这一剑 暂时无法对他造成大的威胁 然而 有一柄剑在体内 任谁也放心不下 必须清除掉才安心 尤其是 一旦与敌人战斗 这剑突然乱窜 势必影响实力 将会因此陷入险境之中 未经之际 只能抓住许颜 作为交换逼他师父 驱除体内这一剑了 许颜自然不知道 魅巫正在谋划着 怎么擒拿他 突破破须境后 蜕变为山河道体 实力大幅飙升 许颜此时底气十足 以我如今的实力 天意定神 足以掌控寻常不朽天尊了 天煞地影的老巢 也该准备探查一番了 许颜目光冷立 取出传讯弗来 传讯罗战 探查一番 是否有掌握有 七叶天煞的踪迹 魅巫的这根玉竹 果然是宝物啊 仿佛蕴含着某种规律 让我有了一些感悟 看着手中的玉竹 许颜兴奋不已 玉竹蕴含着某种道运 那些玄奥的纹路 仿佛某种规律一般 这不由得 让许颜想到了 运行天地的道则 能助我早日明悟 力道境 力道境 太过玄傲 毕竟是要给 自身天地力道 许颜在突破之后 又蜕变为山河道体 对于力道境 有了一些感悟 心中有了一些 模糊的概念 仿佛即将明悟 如何力己之道 力天地之道 距离明悟力道境 已经不会太远了 有了这一根玉竹 许颜相信 可以大幅缩短参悟时间 就从这里出发 继续闯荡神域 一直到太昆境 与武师帝会合 许颜抬头看向前方 一步跨出 轰隆声中 天地虚空破碎 他直接跨越虚空 刹那就跨越了万里之遥 这就是破碎天地虚空啊 许颜激动不已 不过 我实力还是弱了一些 跨越天地虚空时 动静有些大了 待到破碎虚空 也能无声无息之时 也就破虚境大成了 破碎天地虚空而行 乃是破虚境所具备的能力 以天地法则为毛 破虚之力 洞穿天地虚空 也正是因为 破虚境的这一个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 具有克制不朽天尊 执掌一方天地之力 从今日起 神欲任我行 不朽天尊挥手可灭 许颜自信满满 下一个目标 就是天地境 争取十年破虚圆满 早日突破天地境 许颜给自己设立下一个目标 距离超脱天地 又近了不已 距离当初的百年目标 也不远了 比肩或超越那一道身影 也更近了一步 许颜没有忘记 当初立下的小目标 百年之内超脱天地 以及前些年立下的目标 比肩或超越那一道伟岸的身影 那道伟岸的身影 实力绝非寻常的超脱天地者 毕竟大战中 同归于尽的明屋与山谷 都属于超脱了天地 五道无止境 我要一步一步追赶师父的足迹 许颜热血澎湃 斗志昂扬 我见神之名 也该响彻神域了 就从斩杀天煞地影的 不朽天尊开始 许颜踏上了 前去斩杀一名七夜天煞的路途 随着许颜突破 李璇也兴奋不已 自己的五道大叶 终于快要更进一步了 心情一高兴 手指就忍不住跳动了起来 施展了千机影 操控着魅巫体内的那一柄剑 死 魅巫的气息波动很剧烈啊 这是要气疯了 李璇咋舌不已 你气也没用啊 又进不来天殿 又找不到我 也无法法出这柄剑 李璇笑容灿烂 折腾了一番魅巫之后 李璇又指点十二几人五道 素灵秀与方号 也快要突破了 李璇一脸期待之色 你徒弟许颜 一剑斩杀不朽进舞者 你五道经验获得提升 大道经书的反馈来了 不朽天尊 已经这么不值得重视了啊 杀个不朽天尊 只有五道经验了 李璇无奈摇头 随着许颜实力提升 杀真王天尊 干脆没有任何反馈了 杀不朽天尊 也只有五道经验反馈而已 许颜要大杀四方了呀 从许颜突破破虚境开始 就注定了必将明镇神域 孟冲也快突破了 且看突破之后 万宝蒙能如何吧 万宝蒙四处追杀孟冲 给孟冲造成了不小的压力的 所到之处 稍微露出一点踪迹 很快就会有不朽天尊追杀而来 甚至会遭遇不朽天尊围杀 好几次孟冲都显至幼显 躲过不朽天尊的围杀 甚至会遭遇不朽天尊围杀 好几次孟冲都显至幼显 躲过不朽天尊的围杀 到如今 孟冲都不敢前往天窟 生怕被堵在了天窟里 虽然孟冲一行幻貌 收敛气息之法高深 然而一旦施展舞道 终究容易露出踪迹 被人所发掘 孟冲修炼的肉身舞道 毕竟与神域的舞者差别很大 哪怕他有意模仿别的舞道路子 也会被认出来 而万宝蒙显然也着急了 正在摸索孟冲的顿逃方向与方法 准备将人疯困在某一处地方 再联手一起镇压了 孟冲一突破 又要大杀四方了 李玄感叹不已 除了孟冲之外 江不平显得低调多了 尽可能地躲避泰昆境的追击 偶有暴露踪迹 也轻松躲藏了过去 对于泰昆境的实力 江不平是比较了解的 在没有突破之前 他谨慎一长 就怕被堵住了 这泰仓书啊 算得上是泰仓天帝第一之宝了 李玄看着手里的泰仓书 谁掌握了泰仓书 谁仓物明白了泰仓书 谁就能成为泰仓天帝之主 毫无疑问 这是泰仓天帝第一之宝 我有我的舞蹈 这泰仓书只能是参考 既然我已经掌握了 明误了泰仓天帝本源 那也该利用一番了 想到这里 李玄有了一些打算 清华宗是方号所创 既然如此 那便指点一番大月皇等人好了 凭他对泰仓天帝本源的了解 以及在舞蹈上的感悟 指点大月皇他们绰绰有余了 彩灵儿现在是他的侍女 修炼的是海灵族的传承 也属于泰仓之列 李玄便抽空 着重指点了一番 关于天帝法则 关于天帝道则的部分 有他的指点 彩灵儿突破不朽镜 将不会存在什么瓶颈 只要修为到了 必然水到渠成 顺利突破的 接着就是月长明与月 有了他的指点 耶孙二人的舞蹈前路 将一片坦途 至少突破不朽镜之上 是毫无问题的 至于更高的境界 就看二人各自的天赋与悟性了 而这一天 一道消息传入清华宗众长老耳中 方浩宗主之师 神秘莫测的高人前辈 将在三日后讲道 虽不大明白 何谓讲道 但既然是高人开讲 必然是一桩大机缘 于是乎 整个清华宗的不朽天尊 都慌忙赶回来 生怕错过了高人讲道 一众不朽天尊 恭恭敬敬地站在广场上 等待着高人讲道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 不敢有丝毫分心 又到了装逼的时候了 看着一众不朽天尊 恭敬而肃穆 不由地点头 清华宗已经多了这么多 不朽镜舞者了呀 李璇感叹 丹药的辅助确实强大 清华镜原本卡在 不朽镜之下的舞者 就非常之多 毕竟是漫长岁月积累起来的 虽然未能突破不朽镜 但常年打磨自身舞蹈 根基也是极其扎实的 而且 能够修炼到这一步的 哪一个曾经不是一方天骄 奈何不朽镜 终究宛若天谦一般 始终难以跨越 而丹药的出现 则是在天谦上 拉了一根铁链 可以让其中一部分 可以跨过天谦了 正是因为如此 不朽天尊 才会在短时间内暴增 坐在椅子上 李璇手里握着玉如意 大荒神香浮现出 宛若岁月之前 荒谷之初的景象 李璇的身影 早已看不到了 只看到了那荒谷之初 不可直视之象 神秘的气息 更是使得这景象 愈发高深莫测 仿佛天地也变得渺小如意 拜见前辈 一众不朽天尊 纷纷心头一阵 恭敬而虔诚地 拜扶在地 五官等 五道多有蹉跎 对集五道前路多感迷惘 今日无变味等 讲一讲这天地之道 能物多少 能明多少 全坎等各自机缘与物性 声音传入耳中 仿佛来自万古时空之前 又仿佛是天地之音 更似乎蕴含着 无上大道之音 一众不朽天尊 身躯拜扶得更低了 愈发虔诚而肃目 多谢前辈 李玄缓缓开口了 他直接以天地道 则化为声音 传荡而下 开始了第一次讲道 在一众不朽天尊听来 只觉得玄傲莫测 仿佛天地之音 难以理解 却又有一种 毛色顿开之感 原本一些五道疑惑 刹那之间明误了 一些尚未修炼成功 尚未明误的五道功法 也在这一刻明误了 甚至于 苦苦修炼的神通 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也在这一刻 有了明误 仿佛找到了修炼的方向 时间流逝 讲道早已结束 李玄也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悠然自在地品着茶 尝着彩莲做的灵高 一众不朽天尊 依旧拜扶在地 沉浸在讲道的玄傲之中 未曾回过神来 某一刻 有人身上气息波动 突破了 又过了片刻 三道强大的气息 接连涌现而出 那是大月皇三人 此刻 大月皇三人睁开了双眼 面露激动之色 终于突破了呀 不朽镜圆满了 三人卡在不朽镜后期巅峰 已经很长时间了 始终无法圆满 今日 终于在一场讲道中 突然明雾 堪破瓶颈 不朽镜圆满了 真正地突破到了 神域的武道巅峰 当然 清华宗大镇一成 不朽镜圆满 就未必是巅峰了 而是可以继续突破了 众多不朽天尊 每个人都有收获 至于收获多寡 却是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对于他们而言 这是一场大纪元 这就是讲道啊 大月皇三人相视一眼 彼此之间都有了默契 讲道之说 他们第一次听过 也从讲道之中 得到了巨大的收获 这就是高人啊 而这个高人 乃是清华宗创始宗主方号的师尊 第一位讲道的高人 称为道祖不为过把 清华道祖 拜谢道祖讲道 刹那之间 大月皇三人 磕头高呼道 紧接着 其余不朽天尊 也跟着磕头高呼了起来 声音浩荡 传荡而出 李玄一正 只是一次心血来潮 讲一讲天地之道而已 怎么就被尊称为道祖了 他可是知道 太仓天地 没有道祖之说 甚至于 在他之前 都没有讲到这一说法 骤然 大道经书翻开 金光涌现 李玄顿时欣喜不已 难道因为讲道 也触发了反馈 你讲道 典误宗门舞者 被尊称为道祖 你获得道祖光环 道祖光环 李玄惊喜不已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玄之右玄的光环 浮现在他脑后 笼罩着他 阴晕的光滑 宛若大道映照其中 宛若大道阴晕其中 妙 实在是妙啊 李玄兴奋不已 有了这道祖光环 忽悠人 吓唬人 就更是易如反掌了 纵然强于自己的强者 一看到自己 都会被唬得直接跪拜 而且 道祖光环的用处 可不止装逼这么简单 清华宗是方浩与肃灵秀所创 属于徒弟的宗门 而我自然也成了宗门老祖 所以这一次讲道 提升了宗门长老的实力 自然也能获得反馈 李玄心中了然 未曾想到 一次心血来潮的讲道 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道祖光环收起 而大道经书 竟然再次反馈 你被尊称为清华道祖 获得清华仆团 看着仆团 李玄不由的惊叹 又多了一件装逼的戾气 清华仆团道则编织缠绕而成 因晕着道运 而且坐在此仆团讲道 可以使得听道之人更为专注 并且提升听道之人的悟性 从今以后 我是大荒道祖 也是清华道祖 李玄激动不已 早日突破利道境 才是道祖的起始 不入利道 何以利道筒啊 李玄心里嘀咕着 毕竟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唯有利道之后 才有资格立下道筒 不利道筒 所谓道祖之称 都太虚了 利道境 只是个其实 我要做真正的道祖 李玄顿时热血激昂了起来 我不能懈怠了 从现在开始 全身心投入到五道大业之中 利道境之后的境界 也改变出来了 我是五道之祖 我比肩大道的存在 真正的道祖 李玄 看向大道经书 也该好好琢磨一下 大道经书的妙用了 为自己的五道大业 添砖加瓦 为成为名副其实的五道之祖 而奋斗 大月皇等不朽天尊 三胡九拜之后 便恭敬地离去 每个人都神色振奋 直觉自己的五道前路广阔 李玄讲道之后 清华宗的实力 开始大幅提升 一众不朽天尊 都有了不小的收获 一些深奥的功法 都参悟明白 修炼成功 修炼出神通的不朽天尊 也增加了不少 这也就意味着 清华宗高层实力 在短时间内 有了巨大的提升 封研干起 活来更卖力了 为自己当初的英明决定点赞 正是因为当初的英明决定 才能够抓住这一桩机缘 果然唯有跟随在高人身边 才是最大的机缘 看看九山镜的那些家伙 打得不可开交 不思进取 连大机缘在旁边都不知道 呸 活该 一群脑子简单的废物 封研看向九山镜的方向 狠狠地的鄙视了一番 我 封研 清华宗长老 方号宗主 与肃林秀阁主最得力的助手 办事效率高效 深得信任 封研走起路来 都带着一股子骄傲 封研 去给我取数万斤赤血金来 肃林秀的声音传来 好嘞 马上就去 封研当即屁颠屁颠的飞快离去 生怕被人抢了任务似的 李璇一次心血来朝讲道 得了清华道祖的尊称 获得道祖光环之后 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武道大业当中 就连施展千机影 折腾魅巫的次数都大幅减少了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编武道上 再运用大道经书 编力道径之上的武道 完善整个武道体系 时间匆匆流逝 对于沉浸在武道大业中的李璇而言 五年时间不过弹指一顺 随着境界提升 实力越来越强 时间对于他而言 也就愈发不敏感了起来 越往后的武道境界越是悬傲 所需要编的理论与功法就越多 好在有大道经书在 否则想要凭空编出理论自洽的武道之法来 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力道径之后的武道方向 大致是确定了的 纵然如此 要将后续的武道境界 后续的武道之法编出来 也并非容易的事情 毕竟到了后面的境界 已经涉及到了更深奥的问题 且要继续保持固有的强大 因此李璇必须反复斟酌 反复删减添加 直到满意为止 为了我的武道大业 为了我的道祖之尊 都是值得的 李璇心里默默地想着 只是边而已 又不用他辛苦修炼 所以还算不上辛苦的 你徒弟梦冲 突破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二重 你大日星辰不灭体第三重 突破小城 大道经书的反馈浮现 梦冲突破了 踏入了破虚境 终于是突破了呀 李璇点了点头 你徒弟梦冲 极尽升华 蜕变为金刚道体 你获得先天不灭道体 梦冲蜕变为道体的反馈 使得先天道体 提升为了先天不灭道体 素灵秀 这丫头蜕变之后 我又会获得什么道体 现在已经是先天不灭道体了 李璇很好奇 下一步素灵秀突破 大道经书 又会给他反馈什么道体 抬头看向大月天窟所在 现在已经叫做大月神炉了 这一座天窟被素灵秀 彻底改造成了天地神炉 明玉生灵一旦踏入 就会被炼化 化为精脆的血气 并且从天窟之外 摄取天外气息进入 此刻都在熔炼当中 而素灵秀 此刻正在大月神炉之中 为自己的突破做准备着 梦冲突破了 又要热闹了呀 李璇期待不已 许言突破之后 开始大杀四方 陨落在他手中的不朽天尊 已经超过双手之数 威名传遍神域 强如不朽天尊 听到剑神许言之明都 为之变色 梦冲被万宝盟追杀 数次遭遇危险 此次突破 岂会善罢甘休 必然会杀得万宝盟变色 杀到万宝盟低头为止 江不平也快突破了 江不平一突破 神域又多一位杀神 继续我的五道大业 李璇又继续投入五道大业之中 一年后 素灵秀突破破虚境 你徒弟素灵秀 突破破虚境 单依五道突破天地境小城 李璇开始期待着 素灵秀蜕变为道体时 自己能够获得怎样的提升 你徒弟素灵秀 极尽升华 蜕变为常青道体 你获得先天大道体 这一刻 李璇只觉得自己又变强了 而且先天大道体的缘故 体内仿佛有大道之气诞生 虽未入力道境 但自身之天地 却是宛若 已经立下了大道之机 大道体啊 又提升了 李璇心里美滋滋的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不会比妹乌弱了 甚至会更强 李璇顿时底气大增 先天大道体 天地境小城境界 诸多强大的武道神通 镇压魅巫也毫无问题了 就算魅巫现在进入这天地来 我也能把它拍飞出去 李璇振奋不已 果然 唯有实力提升 才是最大的快乐 随着素灵秀突破 又过了一年 许颜突破破虚境小城了 而这一天 轰隆一声 清华境涌现出一团清光 映照整个天穷 刹那之间 整个清华境 仿佛进入了一个神庙的光 空间一般 清华大阵 在这一天布置完成了 整个清华境 都正在大阵之中 仿佛形成了独立的空间 灵气增幅了一倍有余 还在增幅当中 我清华宗 必将成为神域第一大宗 灵气还在增幅中 我感觉瓶颈松动了 我要闭关突破了 你们感应到天地灵机 似乎变得更活跃了吗 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朽境的上限 似乎正在被打破 太好了 终于在神域 都能突破不朽境上限了 清华宗内 一众舞者兴奋不已 议论纷纷 而一众不朽天尊 更是欣喜若狂 天地灵机上限被打破了 变得越来越活跃 而且 正在缓慢持续的提升当中 这也就意味着 不朽境在神域 不再是上限了 不 正确地说 不朽境在清华宗 不再是上限 方号要突破了 李玄抬眸看去 落在了清华大阵的核心之中 方号浑身阴晕着光芒 天地奇闻正在浮现 整个天地大事 涌入他的体内 这一次突破 对于方号而言 也是一次巨大的蜕变 奇门舞道 将涉及更高的层次 随着方号突破 李玄的奇门舞道 也随着提升 达到了天地境的层次 至此 五门舞道 都提升到了天地境 在方号突破不久 江不平也突破了 轰隆隆 这一天 天地再次轰鸣 并且久久不息 不过由于清华宗大阵笼罩 除了不朽天尊外 其余舞者都没有感觉到 宗主 神域甚至整个天地 恐怕都会发生大变 我们清华宗 也要做好应对之策 大月皇陈生说道 方号点了点头 道 继续增强清华大阵 如今我已经突破 会亲自出手在关键处布置 凭此大阵 足以应对大变 突破之后 方号底气十足 现在 他在清华宗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强者 虽然师姐实力也很强 不过方号自信 不擅长战斗的师姐 大抵不是自己的对手 至于大月皇三人 现如今 已经不是他对手了 接下来 清华宗又开始了布置 尤其是针对天窟的布置 肃灵秀也开始出手 将一座座天窟 化为天地神炉 派遣宗门炼丹师 坐镇在神炉 依靠神炉炼丹 如此一来 清华宗不缺丹药 实力又开始进入 高速提升阶段 尤其是各地的天骄 都受到着重培养 岁月匆匆 两年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 出乎意料的是 赤猫跑了回来 喵喵 赤猫蹭着李玄的小腿 怎么 实力突破了 准备创立妖族了 李玄手终欲如意 敲了敲她的脑袋 喵 赤猫点头 突破破虚境后 赤猫底气大增 如今她的实力 比风铃虎还要强了 自然不会继续做贤弟了 而且 小哈与玉小龙 也快要突破了 妖族创立在即 只不过答应天使七的任务 也快要到来了 风铃虎即将离去 不管怎么说 风铃虎对她确实不错 也极其信任 所以 赤猫这次回来 风铃虎傻乎乎 而且自信过头 但赤猫却是知道 风铃虎此去 恐怕有生命之危 你这只大猫 倒是有些情义 李玄笑了一笑 随手扔给赤猫一枚玉符 行了 忙你的去吧 赤猫兴奋不已 又卖萌了一番 这才跑去找素灵秀了 呀 赤猫你回来了 素灵秀高兴不已 喵喵 看着赤猫在卖萌 李玄嘴角抽了一抽 自己当初 怎么就抓了这么一只猛虎回来呢 一点都没有虎样啊 风铃虎 灵兽十二王之一 这赤猫野心不小 这是想要将十二王收归麾下 一统神域灵兽一族 李玄笑了一笑 赤猫雄心不小 当然雄心越大越好 毕竟妖族越强 她的妖族真身 也随之越强 这赤猫的大妖神通 倒是修炼得不错 待会儿再指点一番她吧 随着赤猫实力提升 大妖武道自然也更为完善 赤猫对于大妖武道 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也该彻底完善一下大妖之道了 李玄沉吟着 既然赤猫要创立妖族 她要做大妖王 必须具有一些统御手段 所以也该完善一下了 妖族血脉震慑 不可逆上 或者妖王印之类的大妖之术 都可以完善一下 只要修炼了大妖武道的灵兽 都会被赤猫这个妖王震慑 李玄心中有了想法 打开大道经书 开始完善了起来 赤猫这一次回来 带回来了一大堆神药等各种宝物 苏灵秀给她炼制丹药 并且开创更契合妖族的丹药 方浩也无奈 只能抽空给赤猫炼制一些神器 都是妖族神器 赤猫 你这是要武装妖族了 方浩哑然一笑道 赤猫拍着胸口 一脸傲然之色 她准备找机会 一同九山镜呢 等到赤猫拿到了需要的东西 准备返回九山镜 来向李玄这个主人告别 你既然有心创立妖族 大妖之道 你便多参悟参悟吧 这有助于你统一妖族 李玄抬手一点 将更完善的大妖舞道 传入赤猫神魂之中 喵喵 赤猫兴奋不已 九山镜 赤猫回来了 大哥 天时期快要来找你了 此行必然存在一些危险 我偶得一质宝 危机之时 必然可以救大哥一命 赤猫将玉符塞给了风铃虎 贤弟 风铃虎感动不已 放心 你大哥 我实力之强 岂是天时期可以暗算的 此贤宝 贤弟拿回去 赤猫心里暗暗比移了一下风铃虎 就你这脑子 被人卖了 还会帮人数钱 至于天时期 那家伙实力肯定比风铃虎强 自从他突破破虚境后 就感应出来了 而且强很多 即便是他突破后 都不是天时期对手 大哥 我在此 非常安全 不会出问题 反倒是大哥此行 必然存在未知危险 此至宝大哥带上我才安心 赤猫三言两语 就把风铃虎劝服了 接着 又交代了一番风铃虎 让他机灵点 尤其是找准机会 就敲天时期一笔宝物 赤猫笃定 风铃虎的任务极其重要 中途风铃虎各种敲诈 天时期也会忍着的 我就风铃虎一命 回来之后 这大哥就不要做了 妖族给你留一个长老位置 对得起 你我这一方情义了 赤猫心里嘀咕着 贤弟 我明白了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尽可能地找机会 敲天时期一些宝物 他不给我就不走了 我懂了 风铃虎拍着胸口 表示知道了 半年后 天时期看着这头斑斓猛虎 微微诧异了一下 为何这只大虎突破后 气息有些不一样呢 但也没有深思 毕竟灵兽因为血脉缘故 气息有些不寻常 甚至觉醒血脉传承之法 也会有差异的 风铃王 我们走吧 此行任务 依仗风铃王了 好说 好说 风铃虎站起身来 却是诱导 此去不知何时才会归来 我贤弟一人 终究刚突破 需要坐镇临尊山 无控侠寻找宝物资源 天时期你看 天时期嘴角抽了一抽 赤猫都诧异了一下 风铃虎脑子开窍了 小试一桩罢了 天时期自然不会在此 结顾眼上节外生枝 无非一些宝物而已 随手 送给赤猫一藏物带宝物 风铃虎满意点头 果然贤弟说得没错 这一路上 一定要多找机会 敲天时期一大笔 天时期与风铃虎一走 赤猫便开始召集灵兽 开创妖族 钟铭镜 一座山巅之上 许言傲然而立 一道身影从天际而来 降落在山巅 恭敬的行李 此人脸上 戴着七夜天煞面具 钟铭镜天煞地影 总部在何处 许言冷淡地问道 钟铭镜有三个分部 属下只能获知 其中一个分部 另外两个分部 无法探知 这名七夜天煞 将一份地图递上来 许言接过地图 扫了一眼 不由地沉吟了起来 以他如今掌控的棋子 潜伏在天煞地影内部 却是至今未能获得 甚至于连天煞地影的 真正任务都未能获知 每一名天煞 都承担着各自所属的任务 而不属于其承担的任务 则是无从知晓 一旦探查自身任务之外的讯息 会引起天煞地影的警惕 曾有一名棋子 就是因为此事被诛杀了 与天煞地影的较量到如今 对方也知道了 内部出现了叛徒 也增强了防止泄灭的机制 天使妾 许言喃喃自语了一句 到目前为止 已知的天煞地影最强者 天煞地影任务的人 便是天时期 从赤猫传来的讯息 天时期的实力 在不朽镜之上 这意味着天煞地影 隐藏着不朽镜之上的强者 为了动荡神域 为了天地归一 许言若有所思 天煞地影所谋划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天地归一 这幕后必然有着至强者在支持 继续潜伏 静后命令 许言吩咐完毕 那名七夜天煞 顺息远去 该去大镜看看了 比如太秒镜 比如太昆镜 或者是太和镜 唯有这些大镜 才能知晓更多神域的隐秘 其中 太和镜乃是神域第一大镜 也是神域最强的一镜 并且涉及了突破 不朽镜上限的途径 二师弟去了大炎镜 与万宝盟 恐怕会有一场大战 万宝盟会有不朽镜之上强者吗 许言沉吟了一番 神域从未有不朽镜之上的强者出没 但如今神域动荡 有人图谋天地归一 未必不会有不朽镜之上的强者 出现在神域 先去碧海镜 还是去太淼镜 算了 去碧海镜吧 不知道谢兄如何了 许言最终决定 先去一趟碧海镜 一步跨出 身形跨入天地虚空 下一刻从天地虚空出来 已经是数万里之遥了 荒野之中 梦冲盘息而坐 静静地等待着 万宝盟可真行 十几个不朽天尊来追杀我 今日我就等着你们到来 这一次 他要大开杀戒 被追杀了这么长时间 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 如今实力突破 也该显露神威 让万宝盟知晓 他天神梦冲的强大 既然万宝盟不服软 不认错 自觉可以仗势软人 那便比万宝盟更强势 达到万宝盟服软为止 这片荒野 便是追杀之人的葬身之地 让这些不朽天尊见识一下 何谓肉身舞蹈的暴力 刷刷 十几道身影 从四面八方而来 瞬息就将梦冲包围了 梦冲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为首一人 目光冷立地说道 终于将梦冲堵在了荒野这里 彻底包围了对方 这一次梦冲再无逃脱的可能 虽然 有些奇怪 梦冲为何不逃 似乎专门在等着他们到来 却也没有多想 毕竟 哪怕梦冲突破不朽境了 也不会是他们十几人的对手 死期 梦冲咧嘴一笑 站起身来 冷然看向这十几名不朽天尊 今日 是你们的死期 既然你们万宝盟 要仗势七人 死不认错 那便达到你们认错为止 狂妄 为首的万宝盟强者 冷笑一声 轰隆 气势爆发 十几名不朽天尊的气势 交织在一起 震动着天地 这一方天地 都被他们牢牢指掌当中 这一片天地 仿佛有一股凝固之力 将这一片天地 都给封锁了起来 寻常不朽天尊 面对这一股强大的天地掌控之力 都会有一种陷入泥潭之感 狂妄 你还没见过更狂的 今日便让儿等见识一下天神之位 梦冲冷笑一声 哼 金光绽放 神涛无量涌现 脑后大日浮现出 星辰点点也旋即在深周浮现 刹那之间 梦冲化作了小山一般的巨人 万宝盟一众不朽天尊 顿时心头震撼 这一幕冲击太强烈了 此子修炼的究竟是什么武道 所有人心头 都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了 为何梦冲被称之为天神了 此情此景 当真如天神降临 吃我一拳 梦冲冷哼一声 巨大的拳头 宛若一轮大日般 猛然轰出 砸向了万宝盟为首那名强者 轰隆 随着梦冲一拳轰出 这一方被执掌的天地 瞬息被打破了 天地震荡 天地法则涌现着 一个巨大的拳头 瞬息之间 穿过天地虚空 出现在了那名不朽天尊面前 不好 这一刻 随着梦冲一出手 一众万宝盟强者 顿时脸色大变 终于知道 为何梦冲不逃了 这是故意在等他们的到来 一起出手 那名不朽天尊 疯狂出手抵挡 然而那一拳之强大 令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身形疯狂往后退去 逃得了吗 梦冲轻蔑一笑 一个翘穴 绽放出星辰之光 刹那之间 一众不朽天尊 仿佛有一种身陷泥潭的感觉 不论是速度 力量都变得迟缓了起来 万宝盟重强者 神色骇然 一颗心往下沉 此刻 到了生死关头了 他们纷纷怒吼一声 身上气势勃发 直接施展出了强大的秘书 能够修炼到不朽天尊 自然非常人 该裹掘的时候 是绝对不含糊的 雕虫小记罢了 梦冲冷然一笑 轰隆 本就巨大的身躯 下一刻再一次拔高 如天神将士 神威灵灵 大日玄于脑后 星辰点点密布深舟 风雷握在掌中 举手投足之间 天崩地裂 哄 一名不朽天尊 纵然倾尽全力 也无法抵挡下来 直接被一拳打爆 宛若一朵血色的烟花 在半空炸裂之后 化作飞灰消散 而诸多狂暴的攻击 倾泻在梦冲庞大的身躯上 却是无法撼动丝毫 更无法破开防御 梦冲身躯 都没有因此晃动一下 见到这一幕 一众万宝蒙强者 心生绝望 这是什么强大的敌人 修炼的究竟是什么 恐怖的功法 甚至有人心里后悔 不该追杀梦冲的 不该死就着梦冲不放 不该为了万宝蒙的 所谓威严与面子 而穷追猛打 荒野之上 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一名天神般的巨人 举手投足之间 打得一众不朽天尊叠血 打爆了一个又一个不朽天尊 有人想逃 然而被一股诡异力量限制住了 整个人宛若陷入泥潭 行动迟缓 根本无法逃顿而出 死 梦冲双臂怀抱 将一名不朽天尊 直接怀抱在怀中 双臂一用力 瞬间将对方灭杀成飞灰 如此狂暴的一幕 震害了余下的不朽天尊 有人求饶了 耸祸 软骨头 死 梦冲一拳砸下 瞬间将求饶之人轰杀 啊 其中一名不朽天尊 发出恐惧的一声咆哮 他直接肉身崩溃 神魂腾跃而出 瞬息之间就顿逃而去 他竟然直接舍弃肉身而逃了 神魂一顿出 他惊喜发现 那如陷入泥沼般的力量 竟然消失了 这意味着 泥沼般的诡异之力 似乎只针对肉身 你逃得掉吗 梦冲冷笑一声 双眸如大日般绽放光辉 猛地看向了那一道顿逃的神魂 呼 在余下不朽天尊惊骇的眼神中 那一道神魂 瞬息之间消亡 化作了虚无消散 杀神魂之术 而且 此术之强大 竟然直接将神魂灭成了虚无 到了此刻 余下之人 都知道在无顿逃之机了 梦冲 与你拼了 所有人怒吼一声 清静平生修为 施展出了同归于尽的法门 爆发出了平生最强的攻击 轰隆 梦冲在如此狂暴攻击之下 身形晃动了几下 往后退了半步 但 仅此而已 轰 随着梦冲拳如大日般砸落 余下的不朽天尊 进阶化作飞灰消散 痛快 梦冲兴奋不已 这才是肉身舞蹈 该有的狂暴战斗啊 且看你们万宝盟 还来不来追杀我 来一个我杀一个 梦冲冷冷一笑 气势收敛 抬头看向荒野深处 大跨步而行 穿越荒野 前往下一个境 此去 便是神域大境之一 大炎境了 大炎境 乃是神域大境之一 而且与其他境不同 大炎境乃是大炎王朝统御 也是神域第一王朝 大炎王朝 皇室周氏 也是陵域大洲国的上属王朝 大炎境有一天窟 乃是神域十大天窟之一 大炎王朝镇压此天窟 也不知道 紫韵这丫头 混得如何了 梦冲心里嘀咕着 此去大炎王朝 便去见一见故人 见完故人 再一路前往太昆境 江不平突破后 也必将前往太昆境讨一个公道 为一桩恩怨 身为师兄 自然要去撑场子 大炎王朝 东阳郡 东阳武院 大炎境 乃是大炎王朝统御之地 而王朝之内 任何势力 都受到王朝管辖 而且几乎都有王朝官员背景 否则无法立足 东阳武院 乃是王朝武院 为王朝培养武道天骄之地 大炎王朝各地 都设立有武院 凡是天骄皆可入院 而若是地方官吏 举荐一名爵士天骄入院 会得到奖励 乃是属于功绩 也正是因为 大炎王朝的一系列重视天骄 培养天骄的体系 整个大炎境内 不说全部天骄 九成九天骄 都被收纳入王朝 效力于皇室 甚至于 若是天骄有冤屈 遭受迫害 只要天赋足够妖孽 武院都会出头 帮天骄讨一个公道 曾有爵士天骄 出身寒威 且遭受地方官吏势力迫害 历经艰难 终于逃出来 参与武院考核 被发现天赋妖孽 在武院庇护下 一路崛起 最终报仇血恨 也曾有爵士天骄 其仇家生怕 他得到武院庇护 在其前往武院的途中 将其斩杀了 而此事泄露之后 王朝施以雷霆手段 以迫害王朝天骄之罪 将袭杀天骄的势力 彻底抹除 正因为曾经发生的 一系列事件 导致了如今大炎王朝 一旦发现爵士天骄 便争相举荐到武院 获取奖励与王朝功绩 也曾有天骄 傲慢无礼 仗着天赋优越 为所欲为 最终也被王朝 当众斩首 这是要警告天骄 王朝可以允许天赋妖孽者 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但要有各度 若是肆无忌惮 伤天害理 此种有造反之心 必诛之 东阳郡 乃是王朝大郡之一 而东阳武院 也是王朝颇为有名的武院 而且 此武院又有些特殊 自从将此武院 定为接纳培养 来自灵培的天骄之后 东阳武院的院长 接出自灵培 东阳武院里 一半以上的老师 都是灵培出身 就连武院学员 也有一部分 是来自灵培 在诸多灵培来的天骄中 有一人威名赫赫 也是东阳武院 乃至所有灵培 而来的武者最大的靠山 那就是大言王朝重臣 东阳侯相镇 终于突破了 东阳武院 一间闭关市中 一名紫衣美艳女子 睁开双眸 练真静了 紫蕴吐出一口气 自从来到东阳武院 便日夜勤奋苦修 终于在今天 突破练真静了 从闭关市走了出来 也不知道 孟冲什么实力了 这么长时间 没有见到孟冲 她心里万分想念 紫蕴师妹 恭喜你突破了 一名东阳武院的师姐 笑着说道 侥幸侥幸 紫蕴谦虚地道 对了 紫蕴师妹 你闭关这段时间 神域可是发生大事了 哦 发生了什么事 紫蕴对于神域发生大事 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万宝盟你知道吧 知道 神域第一伤盟 实力强大无比 紫蕴点头 万宝盟在追杀一个人 却是始终没能抓到对方 反而被对方洗劫了好几个分布呢 师姐说起此事 整个人都有些兴奋 对 对 我也听说了 那人太猛了 渐渐地 附近的东阳武院学员 都会聚了过来 这些学员中 有一部分是来自灵域的 无非比紫蕴这一批人来得更早 一些时间而已 包括那位师姐 曾经是灵域大洲国的一名郡主 一群人聚在一起 热火朝天地议论着万宝盟之事 如多少位不朽天尊追杀 结果都被人逃走了 非但如此 更是被人寻机洗劫了一处分布等等 紫蕴由于闭关苦修 而且对于神域之事 大都不怎么上心 因此一无所知 他听了一会儿 大致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无非是被追杀之人 最初被陷害杀了长云镜盟主徒弟 继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 万宝盟丢了脸面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而且被追杀之人 一直没有其所属势力 上门找万宝盟协商解决误会之事 这就让万宝盟确定 对方可能是散修 无非机缘巧合 获得了强者传承 才具有如此实力 紫蕴觉得无聊 正要离去 却听得一人赞叹地说道 天神梦冲 当真是妖孽啊 第一个在万宝盟追杀下 还能安然无恙的人 梦冲 紫蕴顿时惊喜不已 万宝盟追杀的人 是梦冲 这位师兄 你说的梦冲 长得什么样 为何如此厉害 紫蕴压下心中的激动 忙不迭地问道 虽然 这个被万宝盟追杀的人 必然是自己心中的 那个梦冲无疑 毕竟如此厉害妖孽 又叫做梦冲 而且丝毫不拒万宝盟的 不可能有第二人了 但紫蕴依旧忍不住 想要再次确认一下 传闻 这个梦冲光头 身材壮硕 更是修炼了一门 不知道适合强大功法 竟然可以宛若巨人一般 壮弱天神 因此而得名 这名东阳武院的舞者 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起来 眼神里都是向往之色 哪一位舞者 不向往成为强者 果然是梦冲 紫蕴心里兴奋不已 我梦冲 来到神域才多久啊 都没有三十年 就开始名震神域了 紫蕴油然而生 一股子骄傲 自己果然眼光独到 钟情的人强大无比 一群人在热烈讨论着梦冲 不久后 另一位女舞者 满脸轻木之色地开口道 梦冲强虽强 但并非无人能比的 而且那人风神俊朗 见到天下独尊 紫蕴一听 就知道这位师姐说的谁了 大师兄许言 除了许言师兄 不会有第二人了 果不其然 一群人又讨论起了许言 这位斩杀天煞地影 不朽天尊 一人一见 曾杀穿一处天窟 将这处天窟里 堪比不朽天尊的强者 尽数斩杀 其中一名天窟强者 更是堪比顶尖 不朽天尊的存在 紫蕴此刻不觉得无聊了 也参与了讨论 更多的是询问 关于梦冲的讯息 只是到了后面 他有些疑惑了 素灵秀呢 怎么没有威名传出来 转念一想 素灵秀好尽 不张扬 一直待在前辈身边 神域如此之大 没有传出来 也不稀奇 倒是方浩 怎么也没有一点威名呢 难道 方浩也不喜欢张扬 心里疑惑 但也不太关注 紫蕴全部心思 都在梦冲身上 一群人散去 紫蕴回到自己的居所 心里洋洋的 恨不得出去找梦冲 奈何一想到 自己如今的实力 终究太弱了 梦冲会来找我吧 都这么多年了 紫蕴拖着塞 坐在窗前 看着远方天际发呆 都没有心思修炼了 不愧是大静 灵气更浓郁一些 天地灵机也相对活跃 大静的不朽天尊实力 相对而言 稍微强一点 而且传承更强 梦冲踏入大炎镜内 不由地感叹一声 也不知道紫蕴在哪里 梦冲挠了挠头 大炎镜如此之大 要找一个人 恐怕不容易 从灵狱而来的天骄 安顿在何处 应该比较容易打探出来 找着大炎王朝 此地的郡守问一问 如今实力强大 底气十足 梦冲直接就去找 此地郡守探听一二了 虽然大炎王朝很强大 不过梦冲却是并不放在心上 真要翻脸打起来 他虽一人 在大炎王朝杀的对穿 或许有困难 但斩杀几十个不朽天尊 却是没有多少难度 大炎王朝的一郡之首 必然是不朽天尊 而且实力在不朽天尊中 也是属于强者行列 边南郡 是大炎王朝的边境之郡 与荒野接壤 郡守渡渊 坐镇边南郡已经超过千年 实力乃是不朽静后期 距离圆满也不远了 身为宜郡之首 除了要防止边南的天窟失控 需要镇压天窟之外 也要防止边南出现一些动乱 尤其是如今 神域局势动荡 天煞地影四处挑拨闹事 纵然是大炎王朝 都出现了一些反叛者的身影 其背后都有天煞地影的影子 不过 大炎王朝正处于巅峰 实力强盛 强者众多 因此 只有一些小的混乱 根本无法动摇大炎王朝丝毫 边南与荒野接壤 自然也要警惕与防备强者 跨越荒野而来 只是荒野辽落 纵然安排了人手盯着 也未必能够百分百掌控 跨越荒野之人 若是天真天尊近来 倒也无法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若是不朽天尊 跨越荒野而来 除非一直潜藏着不出手 否则稍有动静 都会暴露踪迹 一旦暴露了踪迹 且并非从静门而入大炎镜 那就要好好交代一下 来此大炎镜 抑郁何位了 要么被驱逐 要么一一死 如今局势动荡 大炎王朝对此 也是毫不留情的 而且也有这么做的底气 此刻 边南郡守府内 杜渊正在看着一份新的情报 这是刚刚传地儿来 尚未传开的一份情报 万宝盟十六名不朽天尊 追杀梦冲而去 自此了无音讯 杜渊见此 不由的心中震惊不已 十六名不朽天尊啊 强如万宝盟 也是损失惨重的一件事情 而且 这十六名不朽天尊里 有一名不朽境后期的强者率领 被孟冲杀了 杜渊有些难以置信 万宝盟追杀孟冲 已经在神玉闹得沸沸扬扬 持续了好些年了 孟冲一直在顿逃 而且顿逃之法相当神妙 藏匿 收敛自身气息 使得不朽天尊都难以追踪到他 难道 是孟冲背后的强者出手 杜渊沉吟着 心里不愿意相信 这是孟冲一人所为 哪怕孟冲在被追杀中 突破不朽境了 也无法一人斩杀十六名不朽天尊吧 其中一人 更是不朽境后期 况且 万宝盟的护宝队强者 都是精通联手合击之术 联手之下 就连最顶尖的不朽天尊 也只能顿逃 绝无斩杀十六名不朽天尊之力 万宝盟经过探查了 十六名强者最后的去向 在荒野边际 发现了大战的痕迹 从残留的战斗余波来看 是孟冲所为 看到最后 杜渊震害不已 当真是孟冲 一人斩杀十六名不朽天尊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难道他已经堪比 不朽境之上的强者了 从一些情报来看 孟冲修炼的武道 极其特殊而强大 这恐怕与其强大的武道功法有关 杜渊深吸一口气 万宝盟会如何应对 就此服软 与孟冲弹劾 或是咽不下这口气 请至强者降临 杜渊不由地好奇起来了 我大言皇室 似乎也是万宝盟的幕后创始者之一 是否也会参与行动 杜渊不由地好奇了起来 万宝盟背后的势力 是比较复杂的 几个大境都参与其中 否则万宝盟也无法做到 成为神域第一上盟 只不过 大境之间的参与程度不同 大言皇室虽然也参与其中 但似乎并不太深入万宝盟之中 这一次追杀孟冲的行动 就未曾听闻 皇室派遣不朽天尊参与 以我之见 这孟冲能不招惹 尽量不招惹 否则必然会给大言带来巨大的损失 赌渊心里想着 大言虽强 然而种种迹象都表明 孟冲的顿逃能力 非比寻常 万宝盟动用了如此多的手段 都没有把人杀掉 而最后 这一次大战 显然是孟冲突破后 故意引万宝盟强者前来 一举全部斩杀的 如此猛人 哪一个势力招惹上了 都会遭遇巨大损失 甚至有灭亡之危 杜渊走出书房 站在郡守府花园里 抬头看向天穷 这天地 当真要变了吗 种种迹象都表明 一些存在不甘于天地当下的格局 又要做一次改变 或者想要从中 谋取一些什么 不朽天尊 看似高高在上 仿佛与天地骑寿 但在天地大势之下 也是无法掌控自身生死的 杜渊心中感叹 前不久 万宝盟十六名不朽天尊 仿佛蚂蚱一般 被人捏死了 从没有任何一刻 觉得不朽天尊 如此弱小 你就是郡守 骤然 身后一道声音响起 杜渊心头亥然 神色猛然大变 气息鼓动之间 猛然回身看去 手掌中拖着一枚大印 此枚大印 阴晕着光芒 映照半空 郡守府这一片天地 瞬息之间得到了加持 他的实力 也在这一刻得到了提升 这是郡守印 也是一箭神器 可以增强持印者 执掌天地的能力 也能传训给郡内强者 甚至危机之时 可以直接求援 附近郡守的大印 会生出感应 继而迅速来源 甚至于 郡守陨落 大印崩碎 也会硬刻下 袭杀者的形貌 而大炎王朝中枢 也会得到感应 继而快速做出应对 每一枚郡守印 都是大炎王朝运转的 核心之一 也是大炎王朝 统一大炎镜的核心之一 读员此刻 第一时间就催动了郡守印 不过没有传递出危机讯息 毕竟对方骤然出现 若是要偷袭他 早就出手了 此刻 他一颗心都在颤抖 身为不朽天尊 第一次被人靠近而不知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不朽镜之上的强者 杜渊心头骇然地想着 他一转身 当即看到了说话的人 是一名身材壮硕的青年 脑袋光秃秃的 还反射着光芒 一见到此人 杜渊脑海中 当即浮现出一个名字 天神梦冲 梦冲摸了摸脑袋 看着如临大敌 脸都被吓得有些发白的杜渊 善善一笑 歉一地道 抱歉 吓到你了 杜渊 你他妈确实吓到我了 但能不能别说得如此直白 杜某人好歹也是一郡之首 堂堂不朽天尊 也是要面子的 梦冲 杜渊干咳一声问道 正是 梦冲点头 杜渊心里不由地暗暗紧张起来了 回想着自己是否有过 得罪梦冲的事情 确定自己未曾招惹过对方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位 可是凶人啊 收起郡手印 收回了气势 露出一脸笑容 道 原来是梦兄弟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啊 客气了 客气了 梦冲拱手道 来 来 梦兄弟请坐 杜渊慌忙招待梦冲 在花园的凉亭里坐了下来 他亲自欺了一壶灵茶招待 梦兄弟啊 有一件事情 杜某不知该不该问 杜渊心里痒痒的 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想要证实一下 万宝盟被杀的十六名不朽天尊 是否梦冲一人所为 何事 尽管问便是了 梦冲大致猜到了 对方想要问什么了 斩杀了万宝盟十几名不朽天尊后 他是故意留下一些大战的气息的 墓地自然是告诉万宝盟 人都是自己杀的 后续想要如何 自己掂量着办 是这样的 杜某偶得一讯息 万宝盟十六名不朽天尊被斩 不知道 杜渊有些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我杀的 梦冲点头 这万宝盟不依不饶 明明是天煞地影搞出来的事端 非要算在我头上 真以为梦某好脾气呢 区区十几名不朽天尊 也赶来围杀我 活腻歪了 鼓动 杜渊咽了一口唾沫 一颗心都在颤抖 果然是梦冲这个凶人斩杀的 梦兄比神威灵灵 不愧为天神之名 杜渊一脸崇拜的神色道 都是虚名 都是虚名 梦冲白白手 一脸谦虚之色 梦兄弟 此来找杜某 不知道有何吩咐 杜渊姿态放得很低 毕竟 这是一位凶人啊 杀不朽天尊 宛若捏死小鸡仔似的 不能得罪啊 万一 他一怒之下 随手捏死自己 岂不是倒霉 也不是什么大事 梦某此来 是为了打探一桩事情的 梦冲这一次来找杜渊 是为了打探 从灵狱而来的那些舞者 都去了何处 有了方向之后 再探查紫韵的去处 就容易多了 直接打探紫韵的下落 容易被万宝盟盯上 把紫韵牵连进来 除了万宝盟外 天煞地营 恐怕也会暗中使唤 杜渊听完梦冲来意后 不由地疑惑了起来 找灵狱来的舞者 灵狱大周国 大阎王朝下属势力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为大阎王朝 送来灵体天煞 灵体天煞在神域 也是顶尖的天煞了 据闻 灵狱因为一些因素 虽然灵气稀薄 天地灵机也不够活跃 五道上限低 但却是会出现灵体天煞 传闻 这也是灵狱之名的来源 其中的隐秘 杜渊也不得而知 灵狱而来的天煞 也有突破不朽天尊的 而最强的一人 也是灵狱而来舞者的 最大靠山 便是东阳侯 实力强大无比 在不朽天尊中 也是顶尖的存在 传闻 东阳侯象阵 乃是雷灵体 因而功伐之力 极其强大 霸道无比 孟冲竟然找灵狱而来的天煞 难道他与东阳侯有仇 一想到如此 不愿心里咯噔一下 小心翼翼地问道 孟兄弟 冒昧问一句 你与东阳侯有怨吗 东阳侯是谁 孟冲眉头一挑 东阳侯象阵啊 杜渊生怕孟冲 不知道东阳侯之名 于是又补充道 不知道 不认识 孟冲摇头 杜渊一听 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 又问道 那不知道 孟兄弟找灵狱来的舞者 有什么事 你问的有点多了 只需要告诉我 他们在何处 就是了 孟冲不满道 顿了一下 又补充道 放心 我不是去杀人的 生怕杜渊误会 闹出不必要的矛盾来 杜渊一听 顿时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去杀人的 那就好办多了 灵狱舞者 大都聚集在东阳郡 东阳舞院 负责招收灵狱来的天骄 孟兄可去东阳郡 如此 多谢了 孟冲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 也不逗留了 拱手告辞 杜渊看着孟冲身形消失 稍意沉吟 有些不放心 若是孟冲 是去找灵狱舞者麻烦 而讯息是我提供的 东阳侯知道了 岂会善罢甘休 我必然要倒霉 杜渊决定 将讯息传给东阳侯象阵 而且 关于孟冲之事 也该上报给大炎皇 毕竟这么一位凶人 来到大炎镜 一个不慎 就容易闹出大事来 况且 大炎皇室 也是万宝盟幕后势力之一 必须上报大炎皇 孟冲一人 斩杀了万宝盟 十六名不朽天尊 若是要出手对付孟冲 可要三思是否值得了 毕竟 万宝盟现有的损失 并没有牵扯到大炎王朝头上来 平白招惹孟冲 实事不至 东阳郡 距离边南郡遥远 而且孟冲 也并非急匆匆前往东阳郡 而是一路游山玩水 领略大炎王朝风光 甚至于 孟冲还去大炎王朝 某座郡城的万宝盟里 去购买一些宝物 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子韵 他专挑好看的买 至于购买所需的 零金之类的东西 都是洗劫的万宝盟的 上面的印记都没抹掉呢 太嚣张 太狂妄啊 这是根本不将万宝盟放在眼里啊 这是直接上门来打脸啊 其人太甚啊 孟公子 给你打个六折 你看如何 万宝盟掌柜 心里疯狂咆哮着 脸上却是对待贵客的笑容 这位可是凶人 招待不好 直接洗劫分布的事情 都是干得出来的 我们这万宝盟分布 属于大炎王室 与其他进的万宝盟 还是有些差别的 掌柜的慌忙又补充一句 生怕孟冲不知道其中的分别 把这出万宝盟给洗劫了 哦 原来是大炎的万宝盟啊 那好说 好说 孟冲一脸遗憾的神色 看得掌柜心肝都发抖 这位刚才 难道真的动了洗劫的心色 幸亏自己机灵啊 赶紧撇清了 与其他进万宝盟的关系 东阳郡 东阳郡守 东阳武院院长等 东阳郡庶名不朽天尊 突然汇聚在郡守府里 威名赫赫的东阳侯相镇 这一日 竟然悄然 回到了东阳郡 侯爷召集我等 所为何事 东阳武院院长疑惑地问道 坐在上手 身材魁梧 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 此刻神色严肃 沉生道 天神梦冲此人 而等都知道了吧 东阳郡守等强者 不由得一正 不明白相镇 为何突然提起梦冲 旋即 东阳武院长神色一惊地道 侯爷 难道是陛下 要参与万宝盟的行动 万宝盟的幕后大进势力 其中就包括了大炎皇室 难道这一次 大炎皇室 也要出手围杀梦冲不成 不 相镇摇头 神色凝重无比地道 你们恐怕不知道 万宝盟十六名 不朽天尊围杀梦冲 结果禁术被梦冲斩杀 梦冲此人实力之强 堪称恐怖 陛下与皇室 并无招惹梦冲之意 而且 万宝盟对于 是否继续报复 也未有定论 相镇顿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曾打探来自灵域的天骄 虽说他与我等灵域之人 并无过节 但不得不防 此言一出 在座的强者进阶骇然 梦冲一人 斩杀了十六名万宝盟的 不朽天尊 东阳武院长脸色大变 惊骇道 侯爷的意思是 我们灵域之人 可能曾有人得罪了梦冲 他来寻仇了 若真是如此 对于他们这些灵域出身的人而言 将是一场灾难 以梦冲实力之强 他们这些不朽天尊联手 恐怕都不敌 未必就是如此 兴许他的仇人 并非我等来自大洲之人 而是其余灵域之呢 向镇摇头道 身为灵域出身的武者中 实力最强一人 也是灵域阵营的最大靠山 向镇必须在关键时刻 做出果断的决定 倘若当真是我等之人中 有人与梦冲有仇 我只希望 此事不要扩大 牵连无辜 其余几人都神色沉重地点头 这是不得已之事 毕竟纵然联手 也无法抵抗强敌 自然也没有为某一人 出头的理由了 否则 一旦牵连进来 整个大炎镜灵域阵营的武者 都是一场灾难 甚至 就此被彻底镇压下去 毕竟 出身灵域的他们 在大炎镜 并非没有对头的 而他们能够立足 与他们一直以来 都是大炎皇室一脉有关 属于大炎皇室手中的刀 只要不是犯下重大错误 被大炎皇室抛弃 他们都能够安稳立足 此事 不要声张 梦冲来了东阳郡 马上通知我 向阵沉声说道 是 侯爷 众人纷纷点头 东阳郡里 暗流涌动 一些大炎镜的其他势力 都派遣人到来 尤其是灵域阵营的 对头势力 甚至于 有些人已经做好了 劝大炎皇室 放弃灵域阵营的打算了 东阳武院 依然如往常 对于东阳学员而言 这些事情 他们接触不到 不过一些有背景 或是前几批的灵域天骄 都隐约察觉到了一些不寻常 梦冲会不会来找我呀 紫韵都无心修炼了 坐在窗前 看着天际 心烦意乱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 梦冲把他给忘了 大个子 看着粗心大意 其实还是很细心的 也是重情义的 不至于把我忘了吧 那他什么时候来看我呢 紫韵叹息着 紫韵师妹 你这些天 怎么不苦修了 有什么心事吗 一位关系不错的师姐 走了过来 好奇问道 平师姐 我没事 就是累了 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紫韵摇头道 你可骗不了我 看你的样子 是犯相思了 快跟师姐说说 你喜欢谁了 平师姐促侠地笑道 平师姐 你就别问了 就算有喜欢的人 你也不认识的 紫韵白了他一眼道 唉 师姐我也喜欢上一个人了 平师姐学着他的样子 拖着腮 看向天际道 咦 师姐你有喜欢的人了 是谁啊 紫韵顿时来了兴致了 是剑神许言 平师姐一脸花痴的样子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天骄 风神俊朗 见到无双 什么时候 才能见他一面啊 紫韵捂着额头 啊 平师姐 你别痴心妄想了 你没机会的 平师姐这想法 若是被云淼淼和杜玉英知道 恐怕会把他给打得半死吧 平师姐 你又没见过许言 怎么知道他风神俊朗 紫韵好奇地道 谁说我没见过 平师姐取出一张图卷来 徐徐打开 上面是一名持剑少年 俊朗非凡 咦 你这画像哪里来的 紫韵诧异不已 画中少年 确实是许言 天煞地影啊 追杀剑神许言 悬赏了不少画像 我这是复刻下来的一张 紫韵恍然 原来如此 紫韵师妹 俊成最近来了不少黄兜的人 可能有什么大事 我们也去逛逛吧 平师姐收起画像 开口说道 好吧 紫韵想着闲来无事 去俊成逛逛也好 二人离开东阳武院 来到了郡城 刚到郡城 就看到了城门口 郡守率领一队依仗列队 城外缓缓驶来一辆豪华兽车 拉车的竟是两头天外真灵 咦 那似乎是黄氏中人 平师姐吃惊不已地道 黄氏的人 怎么来东阳郡了 紫韵对此不懂 好奇问道 平师姐 你怎么知道对方是黄氏的人 平师姐解释道 拉车的是天外真灵 而整个大炎境内 降服的天外真灵 是屈指可数的 而且只有黄氏中人 才有资格乘坐 纵然是黄氏中 有资格乘坐真灵坐驾的 也是不多的 接着 平师姐解释了一番天外真灵 以及黄氏坐驾规矩等等 这些天外真灵 都是在天窟里抓捕 而由于天外真灵灵志不够 性格暴虐 想要降服听从驱使 是极为困难的 需要专门的训受舞者 耗费漫长时间 才能够驯服 据传闻 并非所有天外真灵都能够降服的 而降服概率最大的 就是巨甲兽 即便如此 要驯服一头巨甲兽 最少也要耗费百年以上 平师姐感叹地说道 也只有黄氏 才有此财大气粗 有此人力物力 来驯服天外真灵 真灵坐驾进入郡城 引起了郡城众人围观 所有人都心中暗惊 猜测着黄氏哪一位大人物 来到东阳郡了 没有哪一个舞者 敢冒犯大言黄氏之威 纷纷让出了大街 分裂在两侧 好奇地张望着 紫韵与平师姐 站在街道边上 好奇地张望着 车架缓缓驶来 所有人都好奇 车上坐着的是什么人 巨甲兽拉着车 发出哒哒的声音 金色的围慢遮挡了车窗 当售车从驶来 却是骤然停下了 一只鲜鲜御手 掀开了车窗围慢 露出了车里 一张容颜绝力 美艳无双的面孔 明亮的眼眸 仿佛带着一股威严 紫韵心头一紧 慌忙微微垂下目光 不知道为何 她感觉车里的女人 似乎正在看她 你叫什么名字 车里的家人开口问道 声音清冷 听不出喜怒 所有人这一刻 都看向了紫韵 而平师姐 也不由地紧张起来了 我叫紫韵 紫韵手心都是汉 不知道对方 为何盯着自己 你气质不俗 容颜秀丽 本宫身边缺义贴身丫鬟 你来做本宫丫鬟吧 会有人教你 如何做好一个丫鬟的 女子说完 放下了为慢 啊 紫韵一愣 做丫鬟 她才不要 在内狱时 她是一国公主 只有被人伺候的时候 何曾伺候过人 到了灵狱 更是大洲郡主 也是身份尊贵 只有被人伺候 从未伺候过人 来了神狱至今 大部分时间都是苦修 更没有伺候过人 现如今 让她做丫鬟伺候人 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多谢你的垂青了 但我高攀不上 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 抱歉 紫韵深吸一口气 开口说道 放肆 长公主的话 你也敢质疑 骤然 一声怒喝响起 跟随在寿车旁的一名老玉 目光一冷地开口说道 长公主 在场的所有人 顿时大吃一惊 平时姐脸色都发白了 紫韵虽然对长公主不甚了解 但也知道 对方身份尊崇 自己拒绝对方招揽 恐怕要有麻烦了 不过 她却是不后悔 大不了逃就是了 有前辈的玉符在 总不至于逃不掉吧 紫韵 快认错呀 那可是长公主周青霜 心冷如冰 杀伐果决的一个人 皇室中除了陛下 就属她最不能招惹 平时姐慌忙传音道 紫韵一听 顿时更紧张了 拳头捏在一起 要她认错做丫鬟伺候人 哪怕对方是大言王朝 长公主 她也不愿意 目光四处扫事 准备寻击逃走 东阳郡城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到了紫韵身上 不少人心中嫉妒 能成为长公主的贴身丫鬟 这是何等荣幸的一件事情 竟然拒绝 这可是大机缘啊 一旦成为长公主贴身丫鬟 谁见了也要恭敬一些 纵然是不朽天尊 也要正式一下 毕竟 这可是代表了长公主 大言长公主 被誉为除了大言王之外 最不能招惹的人 她乃是上一任 大言王最小的女儿 也是最受宠爱的女儿 与现任大言王一母同胞的妹妹 同样深受大言王宠爱 而且 大言长公主性冷如霜 并且也是一个极为护短的人 当然 谁要是违逆了她 也不会有好下场 子韵在寻机逃走 然而在郡城中 众目睽睽之下 强者无数 凭她如今的实力 想要顿逃机无可能 除非动用玉符 但子韵却是不甘心 为了这么一点事情 就动用了前辈玉符 况且 一旦动用玉符了 后续会引发什么事情 也是难以意料的 嗯 还不过来拜谢长公主 寿车旁的老玉 脸色一沉的喝倒 身上气息涌动 乃是一名不朽进强者 就在子韵一咬牙 准备直接顿走 若是对方出手 便激发玉符之时 一道身影匆匆而来 恭敬地向售车抱拳道 长公主见谅 子韵出来大言不久 常日闭关苦修 对大言了解不多 有冒犯之处 我代子韵道歉 来人 正是东阳五院院长 哦 原来如此 那你便教一教她 这丫头看着喜欢 想要留在身边使唤 三日后 带她来我处吧 长公主周青霜 清冷的声音响起 东阳五院院长 实力不弱的不朽天尊 而且是凌玉阵营的 重要人物 既然子韵是来自凌玉 跟随在自己身边 对于凌玉阵营的人而言 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 在她看来 即便子韵不愿 在凌玉众强者的压力下 也会乖乖就范的 子韵 快多谢长公主赏识 东阳五院院长 心里松了一口气 凌玉阵营 如今处于风云激荡之时 万万不能得罪了 长公主 否则处境就更艰难了 既然长公主来到东阳郡 显然是 代表了皇室而来 是支持凌玉阵营 或是放弃凌玉阵营 都在其决定之中 而长公主既然看上了子韵 这对于凌玉阵营而言 也是一件性事 子韵对于凌玉阵营之事 知道的并不多 所以她并不了解 东阳院长的心思 她可没有伺候人的习惯与想法 能够让她伺候的人 这世上就没有几个 其中定然是不包括大言长公主的 院长 我 看到了长公主售车后方 城门口的方向 一道壮硕的身影正在踏步而来 虽然脑袋不是光秃秃的 但那壮硕的身材 那端正的五官 那熟悉的气息 都令她如此的熟悉 这些天来日夜思念 梦冲 戴了假发的梦冲 子韵哪里还管什么长公主的 身形一动 化作一道紫光飞扑而去 东阳武院院长神色一正 玄机脸色大变 子韵此举乃是大不敬啊 售车里有冰冷的气息 涌动了瞬息 那名老玉 神色阴冷 低沉的冷哼一声 转身看向子韵飞顿而去的身影 如此大不敬 无视长公主殿下 抬起手 摇摇向前抓去 一道巨大的手爪 抓向了子韵 至于后方街道上 大大咧咧的那一道身影 自然也被笼罩在内 长公主尚未离去 对方竟敢大摇大摆地 走在街道中央 属实不知敬畏了 梦冲一路游山玩水而来 终于抵达了东阳郡城 现如今 他已经威名远播 壮硕身材 光秃秃的脑袋 谁见了第一时间 就会想到他梦冲 因此 梦冲为了避免有人来打扰自己 干脆戴上了假发 虽然相貌没改变 但假发一戴 认出他的人 就少之又少了 除非是熟人见到他 否则一般人 都不会把头发浓密的他 与天神梦冲联系起来 踏入东阳郡城 大街上行人分裂两边 街道中央空荡荡的 梦冲也不以为意 直接大踏步 走在街道中央上 即便是大言黄老而在 他也不会让到 走自己的路便是了 这是强者的待遇 突然 一道紫色的倩影 飞扑而来 这丫头眼睛挺毒的嘛 这么大老远就认出我了 梦冲心里嘀咕着 紧接着 随着紫蕴飞扑而来的 还有一道巨大的掌印 从半空之中抓了下来 大哥子 我想死你了 紫蕴激动不已 直接整个人都挂在了梦冲身上 至于老玉的攻击 他也无视了 有梦冲在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梦冲有些无奈 任由紫蕴挂在身上 他抬手一拳轰出 滚 轰隆 拳起风雷动 宛若一道恐怖的风雷 轰灭了那一道掌印 更是去世不减 直接轰向那名老玉 自然的 也轰向了那一辆兽车 放肆 这一刻 老玉脸色大变 对方竟然是一名不朽天尊 在对方出手之前 竟然毫无察觉 东阳武院院长 也是神色大变 慌忙出手 与老玉联手抵御这一道风雷 轰隆 围观的舞者 进阶骇然 那是何人 竟然当界袭杀长公主 这是 在挑衅大叶王朝啊 轰 老玉与东阳武院院长 身形跟呛 后退了几步 这才将这一拳抵挡了下来 梦冲眉头一挑 这两人实力不弱 刚才他那一拳 虽然只是随手一击 但寻常不朽天尊 也无法如此轻松接下来 一步跨出 瞬息之间 就来到了售车前 东阳武院长于老玉 慌忙挡在售车前 目光凝重无比 东阳郡城各处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正在疯狂赶来 正是东阳侯与东阳郡守等 一众不朽天尊 梦冲一手搂着紫韵先妖 抬手一挥 一柄大刀插在了地上 冷声道 在下一来 便遭遇诸位袭击 是否该给再下一个交代 大刀插在地上 风雷涌动 散发着灵灵之威 围观的舞者 疯狂后退而去 这可是强者之战 一旦被波及 必死无疑 刷刷 此刻 一道道强者降临 东阳侯与东阳郡守 神色凝重地挡在售车前 其余人围在四周 将梦冲围在了中间 此刻 一众强者都有些疑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名壮硕青年 怀里抱着一名美人 凶神恶煞 一副找人要交代的模样 而他找的人 竟然是大眼长公主 挂在梦冲身上的子韵 此刻既兴奋又激动 不愧是自己的心上人 果然霸气 果然霸道啊 太威猛了 梦冲比传闻中更强啊 显然是突破了 底气十足呢 东阳侯相镇 乃是在场最强之人 他身上隐约有雷光闪动 叙事待发 不过他神情凝重 似乎暗中与人交谈着什么 阁下 相镇抱拳 正要说什么 车里的人说话 是你的人出手在先 给个交代 否则这事没完 就算是大眼黄老来了 也是如此 梦冲却是冷然开口道 在场的强者都气炸了 如此藐视大眼黄 这是在挑衅大眼王朝 这是在践踏 他们这些强者的尊严 阁下要交代 也先报上名来吧 车里清冷的声音响起 旋即 长公主周青霜走了出来 美艳而清冷 双眸宛若寒霜 仿佛不含任何感情 咦 梦冲眉头一挑 惊讶地看了 长公主极眼 若有所思的样子 子韵突然就紧张起来了 梦冲该不会看上长公主了吧 吓得小手紧紧地抓住 梦冲的衣巾 显得颇为紧张 好说 在下梦冲 梦冲低头看了子韵一眼 脸上竟是无奈之色 梦冲 众人皆是一正 如今东阳俊强者汇聚 不正是因为梦冲吗 你是天神梦冲 东阳武院院长惊呼一声 看着挂在梦冲身上的子韵 他不由得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 梦冲来东阳俊 该不会是来找子韵的吧 一看这两人 就是熟得不能再熟了 没错 梦冲扯下假发收起来 露出光亮的脑袋 在场的不朽天尊 顿时只觉得压力极大 这位一人 斩杀了十六名不朽天尊啊 绝是凶人一个 他们即便联手 能够敌得过对方吗 虽然在场的众强者 自问实力 比那十六位不朽天尊强 但那又如何 周青霜清冷的神色发生了变化 盯着梦冲看了半晌 才开口道 对于刚才袭击之事 乃是一个误会 我道歉 众强者进阶不言 常公主竟然道歉了 但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动手 就是好事情 面对梦冲这个凶人 众强者哪一个心里没有压力 误会 梦冲眉头一挑 伸手把子韵从身上拎了下来 问道 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子韵看了看常公主 嘟囔着道 她想要我做丫鬟 我当然不干了 准备找机会逃呢 刚好看到你了 我就跑过来找你了 梦冲听完原油 手一抬 大刀落入掌中 你这人有毛病 当街找人做丫鬟 还是找上子韵这丫头 看你把这是闹的 怎么也该给个交代吧 我梦冲讲究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那就是敌人 对待敌人 素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把敌人的灰都给扬了 这是当众在威胁常公主啊 在场的强者 气得脸色铁青 却是没有一人开口 生怕说错话 惹来祸端 周青霜神色恢复清冷 梦兄觉得 我大阎王朝实力平平 自信可以来去自如 嘿 莫说大阎王朝 整个神域我也能来去自如 你大阎王朝实力如何 我梦冲不想了解 我只知道 即便你大阎王朝 有不朽镜之上的老不死 也奈何不了我 梦冲将大刀扛在肩膀上 傲然而视对方 既如此 梦兄想要什么交代 周青霜沉吟了一下问道 梦冲抬手摸了摸脑袋 看向子韵道 你要什么交代 啊 子韵一正 我没 没要交代啊 你觉得需要个交代的话 你拿主意就是了 他确实未曾想过这个问题 毕竟尚未被逼得做了丫鬟 自然也不用找人 要交代吧 不过 既然梦冲如此说了 子韵也就让梦冲决定了 梦冲摸了摸脑袋 沉吟了一下 道 罢了 反正我也没吃亏 就不找你要什么交代了 反正你们也没有我 看得上的东西 我若是缺东西了 直接找万宝萌就是了 在场的人 听得嘴角直抽抽 缺什么东西了 直接去洗劫万宝萌是吧 真够狂啊 那就多谢梦兄宽宏大量了 不知道梦兄东扬 所谓何事 小女子愿尽地主之意 周青霜露出笑容的道 只是她的笑容 依旧看起来冷冷的 没什么大事 也不需要你招待了 梦冲看了周青霜一眼 咧嘴一笑道 你这女人 心思不良 怕是盯上我的身体了 劝你死心吧 你身体的问题 可不是凭肉身 旺盛血气可以化解的 此言一出 所有强者都诧异不已 而周青霜秀眉皱起 深深地看着梦冲 轻笑着道 梦兄说的哪里话 只是小女子久仰梦兄威名 想要结交一发而已 子韵此刻一脸警惕地 瞪着周青霜 这位长公主 竟然惦记梦冲的身体 心里暗骂 这长公主表面看起来冷冷的 内心竟然如此放荡 荡真是没想到啊 梦冲笑了一笑 道 你瞒不过我这双眼睛的 算了 懒得跟你说 总之你想的法子 是没办法解决 你的身体问题的 与对方又不熟 梦冲自然也没有指点的心思 既然见到了子韵 她也没有继续逗留在此地的想法了 周青霜脸色微微一变 秀眉紧紧皱在一起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而梦冲转身大踏步离去 子韵紧紧紧地贴在在身上 梦冲 你是专门来找我的事吗 也不算吧 我行走神域 路过大眼而已 梦冲 你现在实力怎么样了 还行吧 不朽天尊在我眼里 也就大骂着 这么说吧 不朽天尊 无一人能是我对手 这个层次的舞者 也就大师兄能胜我了 还是许师兄最强啊 子韵惊叹地说道 当然 大师兄的实力 一直都是最强的 我还是差了一点 不过武师弟的实力 也是很强的 恐怕不会比我弱 武师弟 前辈又收徒弟了 对 二人渐行渐远 虽然交谈的声音很小 但对于这些强者而言 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都心中震撼 子韵口中的许师兄 难道是剑神许言 长公主看着梦冲离去的身影 神色依旧清冷 然而眼眸深处 却是有些复杂 旋即回到寿车上 车队继续前行 但随从中 有一人却是 没有跟随车队而行 反而向着梦冲 与子韵离去的方向追去 人群中的平师姐 已经完全惊呆了 那是天神梦冲啊 子韵与她竟然 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 在梦冲出场那一刻 何等的霸道威武 一人压得长公主低头 压得一众不朽天尊 大气不敢喘一口 天神之威名 震害人性 梦冲与子韵 已经出了东阳郡城了 身后传来恭敬的声音 梦公子 还请留步一二 子韵回头看去 来人是长公主队伍里的 一个随从 不由地警惕起来了 他可是记得 梦冲说长公主 惦记他身体的事 何事 梦冲眉头一挑地说道 公主殿下 想与梦公子单独见一面 来人恭敬地道 不行 子韵跳起来道 单独见面 他想要干什么 想要把我排除在外 这是绝对不行的 来人嘴角抽了一抽 道 如果梦公子没有意见 子韵姑娘自然也可以一起 子韵抬头看向梦冲 神色紧张极了 梦冲摸了摸脑袋 问道 什么时候 在哪里 今夜 来人说了地址后 便恭敬离去 梦冲 你要去见她 子韵双手捏着衣脚 怕什么 今晚去见一见就是了 那女人修炼出了些问题 就看她有没有 值得我指点的宝物奉上来了 梦冲黑的一笑 又道 今晚你跟我一起 去见一见她 兴许能讨些好处 子韵一听 顿时松了一口气 旋即好奇地问道 她修炼出了什么问题 今晚见了你就知道了 还是说说 你这些年的事情吧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苦修 子韵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也没有多少可说之处 毕竟她来到东阳武院后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修炼中 梦冲 快给我讲讲 你是怎么得罪万宝蒙 又是怎么大杀四方的 子韵说完了自己的经历 整个人都挂在梦冲身上 兴奋而好奇地问道 这说起来就长了 梦冲从清华镜开始说起 一直说到 如何被天煞地影嫁祸 如何被万宝蒙追杀 到突破之后 斩杀所有追杀而来的万宝蒙强者 碧海镜 跨过荒野 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掏声如雷 偶起惊涛拍案 万岛如群星 点缀在碧海之上 岛上乃是人族所居之地 海里乃是海灵族的统域之地 彼此之间有着默契 相处融洽 甚至于 有人族与海灵通婚 在碧海境内 具有海灵血脉的人 并不算罕见 云天岛乃是碧海第一大岛 也是碧海第一大势力 统预着浩荡碧海 碧海万岛 几乎每一岛 便是一个宗门或世家所在 但强岛统预着弱岛 而云天岛 则是统预所有的岛 云天岛并非人族独有 而是人族与海灵两族共治 设立了碧海长老阁 每一位长老都是不朽天尊 长老阁也承担着 培养碧海天交 调停碧海各势力矛盾的责任 而只要长老阁做出的决定 整个碧海无人可以违逆 也无人胆敢违逆 这意味着 是整个碧海经不朽天尊的 共同决定 没有哪一个势力 或哪一个人 敢于挑衅整个碧海 经不朽天尊的意志 大海上 有大船航行 前往云天岛 或各岛之间往来交易 航道几乎都已固定 也是最安全的路线 碧海之中 除了海灵之外 自然也存在着海兽 但海兽实力终究有限 未曾存在超越真王天尊的海兽 并且都受到海灵的压制 但碧海并非安全的 因为天窟的存在 碧海境内 有三大天窟 其中最大的一处天窟 在云天岛十万里外的碧海之中 那里宛若一个巨大的黑色深渊 除了七大天窟之外 还有其余一些小天窟 但都不足以造成威胁 只不过 漫长岁月以来 天窟历次动荡 谁也不知道 究竟从天窟里 逃出来了多少天外真灵 或者天外之敌 潜伏在浩荡碧海之中 纵然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不朽天尊 联手巡查碧海 却也依旧无法保证 可以将所有潜藏的外来之敌 全部救出歼灭 故而 除了固有的航线之外 陌生的海域 大船都不会轻易涉足 除非有不朽天尊强者坐镇 碧海静静门所在 并非在云天岛 而是在以云天岛为中心 附近十七座大岛之间的 一处小岛上 静门距离云天岛等岛屿 都有着一段不近的距离 纵然是不朽天尊 从云天岛动身 也需要两刻钟才能到达 不过 静门有数十名长老阁 派遣的真王天尊巅峰强者 与一名不朽天尊坐镇 每隔十年轮换一次 碧海静与其他静的往来 倒也不算平静 通常三五天 才会有人跨越静门而来 至于碧海静的舞者 前往外静闯荡 也相对略少一些 这一天 碧海静静门一道 接着一道身影跨越而来 来着静接不朽天尊 但身上穿着一件黑袍 萦绕着特殊的气息 阻隔了身为不朽天尊的气势 坐镇静门的碧海静 不朽天尊 此刻看了一眼众人 玄机目光落在其中一人身上 神色略显复杂 最后叹息一声 道 你当初的救命之情 今日变缓了 你们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否则云天岛必然来人 一刻钟 足够了 那人点了点头 碧海静不朽天尊 大手一挥 裹挟着已经昏睡过去的 一众真王天尊 瞬息消失在原地 到一座距离静门 最近的小岛上停下 目光眺望静门所在的海域 眉头微微皱起 俘杀谁呢 竟然二十名不朽天尊联手 当真是好手笔 难道是俘杀不朽静之上的强者 但神域 何时有这等强者到来 他心中疑惑不已 同时心中也凛然 天煞地影 究竟是什么势力 一口气来了二十名不朽天尊 当真强大无比 而且其中不少不朽天尊 都显得很陌生 这一刻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 是从太和静而来 明眉想着什么 目光有些沉重 太和静的天梯若是出现 我等必然会有感应 但未曾感应到一点动静 难道是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进入神域的 越想 越觉得天煞地影 在神域隐藏的实力 恐怕极其强大 他站在小岛上 默默地眺望着静门所在 一旦爆发大战 云天岛的强者 必然会感应到 会马上赶来 对方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二十名不朽天尊出手 一刻钟也足够了 静门所在的小岛外 二十名不朽天尊 将静门所在的一片区域 进阶包围了起来 海中 云端 都是隐藏的身形 另有四名不朽天尊 各自将一件神器 布置在四方海里 一旦激发 便可增强不朽天尊之力 禁锢这一片天地 将人封锁起来 使得对方一身实力 只能发挥出五成 而且 也断绝了盾逃的可能 能活抓 尽可能活抓 若是不可为 全力出手 击杀了他 为首一人沉声说道 明白 一众不朽天尊 纷纷点头 各自身形隐没 不显露任何气息 纵然其余不朽天尊到来 刹那之间也无法发现 此地已经被包围了 此刻 二十名不朽天尊 布下天罗帝王 准备围杀敌人 只要对方从禁门跨越出来 便会落入包围圈中 跨越禁门 便到碧海禁了 也不知道谢兄如何了 许言眶望着禁门 魅巫的玉竹 确实是个宝贝 我对于力道境的感悟 又增多了 距离参物明白 也不会太远了 玉竹蕴含悬傲文路 宛若某种规则一般 或者说形似道则 而玉竹内的空洞 如若看成是一处天地 那么玄傲的纹路 便是运转天地的道则 正是因为如此特殊 而玉竹自身 也是一种特殊的宝物 所以许言时常观摩 感悟其中的道运之意 对于参物力道境 有着不小的帮助 他一直针对天煞地影行动 其中也察觉到了 天煞地影 似乎想要引他去某处 不过许言才 没有心思理会 直接就把人给杀了 武师帝也对碧海禁了解不多 那只能到了碧海禁后 去云天岛打探一番了 许言一边向禁门走去 一边传训着 二师弟 你说大炎常公主 修炼的某种冰寒功法 出了一些问题 寒意侵入神魂 导致他冷冷冰冰 竟然想要与血气旺盛的 男子神骄 以此溶解寒意 你用一瓶神魂丹药 交换了他一些宝物 不亏就行 不过那点丹药 无法跟着他的问题的 梦冲在传训中 说着大炎禁的剑文 包括大炎常公主的情况 以及灵狱舞者阵营等等 结束传训 许言也来到了禁门前 碧海禁 我来了 谢兄实力如何了 许言一步跨入禁门之中 碧海禁 许言从禁门中出来 抬眼望去 碧海滔滔 无际无边 嗯 玄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好手笔啊 我还以为天煞地影不过如此呢 想不到这一次 来了这么多强者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可惜 没有不朽禁之上 那位天时期 也没亲自出手 许言心里有些失望的 他宜然不惧 迈步踏入碧海之中 出手吧 何必遮遮掩掩呢 刷 二十道身影浮现 气势激荡天地 而四方有神器绽放光芒 相互连接在一起 宛若一张巨网 覆盖了许言所在的区域 轰隆 天地这一刻 仿佛凝固了一般 二十名不朽天尊 气机相连 气势交融 同时执掌着一方天地 再加上禁锢神器相助 任何一名顶尖不朽天尊 落入陷阱之中 都要隐恨当场 许言 束手就擒吧 为首一人 冷然地开口道 凭你吗 许言轻蔑一笑 嗡 剑光浮现 剑握在掌中 我一直想要知道 我如今的实力 能够对付几个不朽天尊 今日正好可以试一试 为首那人目光冷冽 沉声道 出手 必须在一刻钟内 解决了他 一刻钟 足够了 许言冷然一笑 一步踏出 轰隆一声 原本凝固的天地空间 这一刻瞬间震荡 宛若巨龙挣脱了枷锁一般 凝固的天地崩开了 刹那之间 所有人不朽天尊 都神色骇然 全力出手 杀了他 为首那人沉声喝道 崩 崩 崩 随着许言一动 神器所化的巨网 竟然崩裂了 天地凝固之力 已经消灭 轰隆 碧海惊涛卷起 一道海浪滚滚而来 许言抬手向前一抓 碧海惊涛为我剑 轰隆 滚滚惊涛 骤然化作了万丈之剑 横贯半空 直接斩路而来 碧海四方 一道道水柱冲天起 化为了一柄柄 矗立天地的巨剑 绽放着灵力沙发的剑意 每一柄巨剑的剑意 都不尽相同 却又彼此交织在一起 轰隆 就连许言背后 静门所在的小岛 这一刻都化作了一柄巨剑 矗立在了天地之间 碧海禁门 此刻变成了空悬在海中 天煞地影 一众不朽天尊 此刻一颗心往下沉 这是何等恐怖的手段 这是什么剑道 许言已经强大到了 如此恐怖的地步了 遥远之地 碧海禁的那名不朽天尊 此刻已经完全呆滞了 只觉得头皮发麻 心肝都在发抖 天煞地影要对付的 究竟是什么人 此刻 他只见到禁门所在的海域 一道道巨剑矗立在海上 散发着强大的杀伐之意 纵然隔着遥远的距离 依然令他感到心惊肉跳 这是什么剑道 太可怕了 一刻钟 一刻钟死的是埋伏的人吧 嘴里喃喃着 越想越觉得骇然 二十名不朽天尊啊 难道抵挡不住吗 天煞地影的不朽天尊 脑子有毛病不成 袭杀如此恐怖的强者 自信满满一刻钟就足够了 确实足够了 一刻钟被灭的是你们 而不是对方 碧海禁不朽天尊心里震撼地响着 此刻一道清亮的声音 传荡而来 今日便拿你们来试一试 我最近才参悟出来的 十方寂灭剑 话音一落 便看到静门所在海域 巨剑交织 剑光已经淹没了那一处天地 寂灭之意激荡四方 纵然隔着遥远的距离 依然有一种 处于天地大劫之中 随时都会寂灭之感 碧海之上 滚滚惊涛都已化为了剑光 天上海下 净是剑涛滚滚 杀伐寂灭之意 覆盖了这一片天地 巨剑翻滚着 碧海轰鸣 天地失色 纵然是进门 此刻都在晃荡着 仿佛下一刻 就会在剑阵波及之下而崩溃 高雪明双眸震害 看着远处海域的大战 心都在颤抖着 从未想过 身为不朽天尊的自己 也会有一天 被一场战斗震撼心神 这是什么恐怖的剑道 就这么呆滞的 看着远方的大战 看着巨剑滚滚 仿佛碾碎天地一般 杀伐之意 使得天地都为之变色 万里碧海 都仿佛被镇压了 除了战场汹涌澎湃 战场之外的万里碧海 仿佛连一道海浪都无法涌现 某一刻 风平浪静 一切都归于平静 半课中 高雪明喃喃自语着 半课中 战斗就结束了 二十名不朽天尊 其中一名不朽天尊圆满 数名不朽天尊后期 进阶陨落了 连一刻钟都坚持不到 进门所在 那座小岛早已消失 唯有进门孤悬在海面上 许颜神色淡然 区区二十名不朽天尊 纵然其中有一人 乃是不朽进圆满 但也不过如此 距离破虚境大城 都不远了 不朽天尊与我而言 不值一提 这一刻的许颜 已经是神域之巅的强者了 天煞地影这一次的围杀 于许颜而言 只是小事一桩 不到半刻钟 就已经将敌人进阶斩杀 十方寂灭剑杀伐凌厉 凭此剑阵 纵然遇到数十不朽 天尊围攻也不拒了 许颜借此 试验了一番参悟的十方寂灭剑 对此感到满意 一步跨出 瞬息远去 高雪明看到一道身影 在远处飞掠而过 那是一名俊朗的少年 正是半刻钟 便斩杀了二十名不朽天尊的存在 陡然 高雪明神情一将 一颗心都绷紧了起来 整个人都仿佛失神了一般 仅仅只是一道淡然的目光 仅仅只是对视了一刹那 高雪明却是瞬间心神绷紧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呆滞 不敢有任何举动 生怕一个不慎 引起了对方的误会 一剑就被他给杀了 曾经弱小之时 面见强者 大气不敢喘一口 感受到了自己宛若楼一般渺小 自从突破不朽境 处于神域顶尖行列 成为了人人敬畏的强者 再也未曾有过弱小之时的遭遇 刚才少年的那一眼 令得他仿佛回到了弱小之时 那种紧张 忐忑 自感弱小如已的感觉 少年模样 俊朗不凡 要么是老妖怪 要么是金氏妖孽 不论是哪一者 高雪明知道 这都不是他可以招惹冒犯的 许言瞥了高雪明一眼 对方没有恶意 更没有杀意 与天煞地影之人无关 也就不再理会 瞬息远去 云天岛 碧海境的大部分不朽天尊 都居住在此 包括海灵族的不朽境 不朽天尊的行迹 大部分都是固定的 轮值镇守天窟 以及在岛上闭关苦修 偶尔才会有不朽天尊外出 巡查整个碧海境 而这一天 原本如往常一般的云天岛 骤然腾起了一道道 不朽天尊的气息 岛上的所有人 都骇然抬头 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 天窟又发生大的动荡了 突然之间 岛上的所有不朽天尊 这一刻都爆发出了 强大的气息 并且腾空而起 看向某个方向 如此大的阵仗 岛上的舞者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天窟出现了动荡 而且是极其大的动荡 才会使得岛上的 不朽天尊们 纷纷出动 静门所在 究竟发生了何事 而云天岛上的 不朽天尊们 此刻神色凝重而疑惑 就在刚刚 他们都感应到了 静门所在的方向 出现了强大的战斗波动 那是不朽天尊之战 而且 如此剧烈的波动 仿佛爆发了 数十名不朽天尊大战 但这怎么可能 神域已经多少年 未曾爆发过 如此强烈的 不朽天尊之战了 走 去静门 一位为不朽天尊 瞬息远顿而去 但有四位不朽天尊 留守云天岛 以防出现空虚 被敌人锁成 不朽天尊气息 激荡天地 坐镇云天岛四方 防止有敌人来袭 云天岛上 一座小院子里 谢天恒抬头 看向远处的那一道身影 满脸羡慕之色 这就是不朽天尊啊 太强了 我还差得远啊 谢天恒一脸唏嘘感叹 一旁的傅天海 脸色有些难看 竟然被谢天恒 这个女婿反超了 这让他十分难受 更令他难受的是 谢天恒这混蛋 隔三差五地说 要指点他这个岳父修炼 那神色傲得不行 谢天恒感叹完之后 回头看向自己的岳父 岳父大人 你距离练真镜还差多少啊 有点慢了呀 傅天海冷哼一声 黑着脸走了 谢天恒顿时得意不已 让这老儿 在灵狱的时候各种狂 各种瞧不起自己这个女婿 现在知道 女婿厉害了吧 实力还是差了一点 虽然我已经突破练真镜了 不过在真王天尊里 算不上顶尖啊 谢天恒有些感叹 哪怕他剑道强大 感悟了剑意 甚至修炼出了一门剑道神通 不过纵然如此 也勉强堪比真王天尊后期的战力 虽然在外人看来 他在真王天尊里 已经属于强者级别 而且小有名气了 然而对于一直要强的 谢天恒而言 依然不足够 不朽天尊还差太远了 我才练真镜初期 恐怕要上百年 才能突破不朽天尊 这一刻 谢天恒想到了丹药 若是有丹药辅助 必然会更快突破 他有些心动 要不要回清华进一趟呢 骤然 一声淡淡的剑鸣响起 谢天恒顿时一喜 凡尔突破了 看向剑鸣之处 一道剑光从小院子的 闭关之地飞掠而出 一道神香若隐若现 神香乃是滔滔渐浪 杀伐之意若隐若现 旋即 神香消失 显露出了谢凌风的身形 谢凌风终于突破神香境了 凡尔 既然突破了 找个地方 切磋一番吧 谢天恒开口说道 云天岛上 或者说整个碧海境 在剑道意图上 能够入他眼的 只有自己的儿子 谢凌风了 整个碧海境 除了他们父子二人 无一人算得上是剑道武者 谢凌风看了看自己老爹 沉默了一下 说道 爹 不用了 你不是我对手的 谢天恒脸黑了 真以为你爹 我是那些废物剑道武者 凭你也想剩我 谢凌风嘴角抽了一抽 这地确实有些狂了 我突破神通时 诞生三门神通 如今我突破神香境 实力更大幅提升 爹你死心吧 不可能是我对手的 现在的我 修炼的武道 已经算得上 彻底转为大荒武道了 同镜之内 你如何能敌 论剑道感悟 论剑意 论神通 你都不如我呀 谢天恒张了张嘴 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云天岛一众不朽天尊强者 飞速赶往静门所在 还没有靠近 便看到了静门所在的小岛 已经消失了 静门空悬在海上 大战已经落幕 如此大战 竟然不到一刻钟就结束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众强者心中疑惑 旋即想到了 坐镇静门的高雪明 高雪明呢 他在那里 众强者突然发现 在一座小岛上 高雪明有些呆滞地站着 仿佛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般 这可是不朽天尊啊 而在岛上 一起坐镇静门的那些真王天尊 全都昏睡不醒 高雪明 发生了何事 一名手持碧蓝手杖 气息强大 面色红润的老者 沉申开口道 老者 乃是海灵族大长老 实力极强 乃是碧海静最强的 几人之一 高雪明深吸一口气 回过神来 看向一众不朽天尊 沉申道 碧海静来了一个 万不能得罪的强者 其实力之强 恐怕我们碧海静 所有不朽静 连手都不敌 此言一出 众强者 静皆一惊 不朽静之上的强者 不可能 这等强者 轻易不会降临 况且这等强者降临 我等必然会知晓的 一名不朽天尊 摇头道 未必就是不朽静之上 但他的实力 却是碾压不朽静 高雪明叹息一声 你且说 发生了什么事 海灵族大长老 皱眉问道 此事 说来也简单 高雪明将事情 简略说了一遍 只是没有提及 自己主动配合对方 让出禁门所在地 而是已被对方逼迫 不得已证昏 这些真王天尊 撤离到此地来 天煞地影的人 都已经被灭了 当初他欠恩情的那一位 也都死了 如今死无对证 还不是任由他怎么说 即便说出真相 又能如何 他无非欠人一个救命之恩 以此作为回报 就此两清而已 也算不上多大的事情 毕竟 被袭杀的人 强大无比 凡将埋伏的人 进阶斩杀一空 海灵族大长老等人听完 全都震害不已 二十名不朽天尊联手 半课中就被灭杀了 众强者都一脸 难以置信之色 没错 高雪明点头 对方少年模样 我甚至怀疑 他年纪不大 并非老怪物 苦笑了一声 对方不过看了他一眼 就吓得他不敢动弹嘶吼 你确定 那是二十名不朽天尊 有强者忍不住开口问道 岂会有假 高雪明神色凝重地道 众人进阶沉默了 一颗心都在微微地发抖 二十名不朽天尊了 而且擅长合击之法 动用了凝固天地的神器 竟然不到一刻钟 就被人斩杀一空 走 去战场看看 海灵族大长老陈生说道 进门外海域 大战早已平息 那座小岛已然消失无踪 但众强者站在战场所在的海面上 却是依旧经不住脸色微变 一丝丝凌厉的契机 已然萦绕在天地之间 身处其中 竟然有一种 要被冀灭之感 这是什么手段 一名不朽天尊 震害得难难自语 以他们不朽境的实力 都感到到了冀灭之感 若是炼神禁武者踏入战场 恐怕瞬息 就会被残留的契机给灭杀 这等恐怖的杀伐之意 他们这些不朽天尊可做不到 虽然战场的杀伐之意 正在慢慢消散 但在大战结束之后 依然能够残留如此长时间 且具备如此强大的杀伤力 可见出手之人的实力 以非他们所能敌的 许炼只是施展了十方寂灭剑 而没有动用不化剑翼 否则此地的剑翼将不会消失 会成为剑道武者的感悟圣地 此人不可招惹 希望他没有恶意吧 海灵族大长老叹息一声道 看向高雪明说道 你既然见了他一面 将他的模样显露出来 以免我等不小心得罪了他 其余不朽天尊 纷纷点头 如此恐怖的凶人 必须小心谨慎 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高雪明抬手一划 天地之力凝聚 你画出了许炎的模样 虽然只能你画出七八成 但只要见到了 也能够认出来 不至于得罪了对方 众强者记下之后 便开始商议 后续该如何处理 海灵族大长老抬手一抓 远处一座小岛 被他挪移了过来 放在了镜门下 如此一来 镜门依旧处在一座小岛上 留下其中一人坐镇镜门之后 高雪明随同众人 一起返回云天岛 至于那些昏睡的真王天尊 则是叫醒之后 继续坐镇镜门 这些真王天尊 全都一脸猛逼 怎么睡了一觉 镜门的小岛就换了一座了 不过 他们都心中明白 定然是发生了神妖事情 否则他们堂堂真王天尊 何至于昏睡不醒 但这些事情 涉及太深 不是他们这些弱者可以知晓的 而许炎 在斩杀了天煞地影袭击者后 便启程前往云天岛 但毕竟对碧海经不熟悉 因而方向有些偏离 行走在波涛之中 许炎取出一艘非洲来 在海上航行着 坐在非洲上 眺望着浩瀚的大海 以谢兄的天赋 应该差不多突破神香径了吧 许炎心里想着 谢凌峰天赋不差 以他的修炼速度 前期又有丹药辅助 现如今 应该差不多突破神香径了 谢兄突破神香径 在真王天尊里 也不算弱了 评估了一下谢凌峰的实力 许炎心中有数了 不知道谢兄诞生了几门神通 许炎心里好奇 咦 骤然 许炎神色亚异 看向远处的 一座荒芜的岛屿